他呢就是说 首先他想到的呢不是逃跑 而是把脑袋呢埋到沙子里哈 就是说以为自己眼睛看不见了啊 我这个头我这个脑袋安全了 他身着就安全了 但实际上对吧 大家知道你脑袋产阱 但是你身着 对吧 我还是在外面吗 就是说 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一种 一二到零啊 麻痹自己 但是呢实际上他鸵鸟呢 对吧 大家知道鸵鸟那个双腿 是很长很有力的 而且奔跑显得速度很快的 就是常规的一些所谓的危险的地呢 只要他奋力的奔跑 很难对他造成威胁 对吧 伤害不了他 但是呢他却偏偏选了一种最笨的方式 我自己把脑袋对沙子里 反而这样的话 你能跑你不跑 对吧 这样的话你不就被人吃掉了吗 对吧 所以说人们呢就把这种犀利 就是会衍生出一些社会现象 一些类比 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 我们现实中 我们养猪人在卖猪人中 就会出现这种 类似的一些现象 其实这种 也就是说这种现象就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说 迈猪 遇到卖猪亏损的时候 就会面对这个亏损的压力 然后我们就养猪人呢 在卖猪就是会 不自觉的就会采取这种回避态度 就是明知说这个 可能接来要亏损 然后呢 他不去想对策 只是说祈求奢望 就是说这个 这个这个是假的 奢望他说的都是假的 出现就是对吧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不去想对策 就是说 结果就只会使问题呢 更复杂 对吧 更难处理 所以说呢 大家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平时呢 囤鸟心态的表现呢 有很多啊 大家可以 呃 来 质解一下啊 这里在平时迈作过程中 有没有中招啊 其实以下的几点呢 就像 你就相当于你已经 陷入囤鸟心态了啊 已经陷入囤鸟心态了 呃 像第一种大家的想法 第一种想法 就是说大家 在 对吧 呃 卖猪过程中呢 出现亏损 大家就觉得 抱着一种什么心态 就是眼不见为净啊 眼不见为净 就是说 我已经看 就是说这个注价 在下跌 但是我就当他没下跌 我也 比如说我就是 其实你在亏损 我就当他没开那亏损 就不当完事 啊 呃 实际上 比如说这 其实上你这不是解决问题啊 你这是在逃避问题 躲避问题啊 就是说 这样的话 就是 继一步 再继一步 犀利 因素一个家具 以及一个外部环境的挤压 你就会很容易出现极端情 情况啊 就会出现一个极端的一个扛架 抵抗 就会出现 我们第一个说的一个 抵抗心理啊 接着冲戳鸟 变成抵抗心理 呃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在平时卖猪 这个信价就这样啊 就是说 有句俗语 就是说那个 呃 玉石呢 进入鹤 呃 遇事呢 脱颅憋啊 就说 你哈 呃 人嘛 就是说在遇见利益的时候呢 就是会像这个 呃 鹤啊 去一起去争食啊 然后遇见这个危险的 或者责任的时候 就是像这个收头勿归的 就不敢说 不敢出头了啊 呃 就是说 就不敢出头了 实际上呢 就是说 这是为什么 就是说大家 很简单 大家卖住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猪 你卖的 举个例子上 这个猪 呃 明明就是说 呃 高价呢 可能是12 如果说你卖上高价了呢 你就是特别的兴奋啊 觉得自己特别这个 就是特别这个厉害啊 当然到亏损的时候 大家也不愿卖住 就是觉得 哎呀 我亏损钱卖住 就显得自己特别无能 好 特别无能 就是换句话说 你跟别的养住人 也没有啥吹嘘的啊 这咋说 我养点住 卖住就可以 严谅就正 可能严谅也亏 但是他不说 就是说大家就把自己 陷入一个鸵鸟心态啊 就是 对吧 就是不接受这个损失 而且即使遇见了损失 你排斥啊 然后呢 就是说 呃 你就是学着像鸵鸟一样啊 就是说 不敢承担这个亏损的责任 你不敢 因为有人为啥害怕亏损 就你不敢承担责任 对吧 如果说你承认了 我亏损了 可能就是这个 见解的会证明你是无能啊 你错误了 不敢承认啊 这就是一个 大家第二 在现实中 卖猪会遇到 所以说大家 对吧 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很少有人说 哎 我这次卖猪卖的不好 你教主的都说 哎 我这次卖猪 都是交流 你卖的好的时候 从来没有说交流 但实际上 我们只有在卖的不好 过程中 才能吸取一些知识啊 第三种的 第三种鸵鸟 我们在平时会有一种鸵鸟心态 大家会想 就是说 呃 对吧 就是你会抱着这种观点啊 就是说我 就是卖猪啊 我多卖呢 就是说就是 多卖呢 就容易 对吧 多卖多错吧 你少卖少错 好 我要不卖 就不卖猪 肯定就不会出错 好 这种学生哲理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说 你会极具恐惧卖猪 卖猪啊 因为你卖猪卖多了 一定会出现错误 你极具恐惧错误 对吧 这就是说你对这个失败呢 是极度敏感的 过度敏感啊 太过度了啊 人无完人 卖猪呢 哪有不出错的啊 哪有不出错的啊 这个大家要 不要太敏感啊 然后呢 我们在日常卖猪的过程中呢 会不知觉的就中招啊 所以说大家躲避啊 比如说 我一旦中了中招了 那肯定会对你有危害呀 对吧 首先第一个危害呢 就是说 呃 对吧 就是说 呃 你害怕 失误 害怕失败 就是掩盖 或者是这个这个 学腿鸟的啊 养不见为硬 不是啊 你这样呢 哇 明明是小亏损 到最后呢 你有可能出现严重亏损啊 因为你在出现风险的时候呢 你没有采取相应的风险 风险风控啊 风险控制测试啊 比如说 我这个值 呃 全部止损 或者是少量止损 对吧 或者是一部分止损 反正你就是什么也不做 而是消极的面对啊 就是看 我就看 我就看 就像呢 我就看你 就像呢 我就像那个 我就看你能跌到 最低能跌到多少啊 就这种 呃 如果说 就是说 就是如果说你经常这种 抱着这种态度啊 就是说你找 就是说你 一定会出现 一定会吃大亏的啊 一定会吃大 找碗的事啊 呃 第二个 就是说 对养入人的影响呢 你有这种 就是说 不知不觉 就是没 没逃过这个坑呢 你会出现啥 就会出现 你丙 就是摒弃了学习的机会啊 实际上学习是让人进步 最大的一个因素啊 因为呢 你面对这个行情呢 因为这个养猪行情是波动 是正常的 然后你面对这个行情波动呢 对吧 好的时候大家都会过啊 但是特别是亏损的时候 你炸锅呢 你不要 要积极的应对啊 然后呢 你才能说增加下吃啊 或者是以后 呃 总的一个 获胜的一个概率啊 也就是说 你要是在这个亏损中呢 或者是超 就是卖猪呢 卖 就说所谓的卖 卖亏了 那就是失误了呗 你要是进行反施啊 然后得到一个 对吧 经验 总结一下经验啊 嗯 当然呢 就是说 呃 这个鸵鸟心态呢 在我们卖猪过程中呢 会产生消息影响 对吧 就是说 我们养猪人呢 应该怎么面对呢 对吧 怎么面对 就是我们首先呢 要找到这个 鸵鸟心态 产生背后的原因啊 产生背后的原因呢 就是说我们 呃 对吧 就是说 呃 每次卖猪时啊 就是我们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 出现这种原因呢 就是说或者是 我给大家提出来了 大家想一想 如果说 哎我 我感觉我好像 出现这种问题了 那你就要正确的 分析一下 就是说 及时分析一下 就是主观原因 和客观原因 所有的问题呢 它都是主观因素 和客观因素 我们需要 对吧 你彻底的 抛析一下自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你是害怕呀 恐惧呀 还是真的 就是说我 判断失误 对吧 主观的客观的 呃 分析的不到位 呃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养猪人 应该怎么做呢 养猪人应该怎么做 就是说 呃 我们应该 正确的面对啊 就是说 如何能避免 拖鸟心态 就是我们要正确的面对啊 我们卖猪 过程中的失误 不要爬出处啊 就是对于 呃 养猪人来说 我们卖猪呢 是你一个常规操作啊 常规操作 就是胜败呢 乃兵家尝试 没有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说卖猪 一直卖鸭子啊 对吧 就是只要你养猪 你吃不间断的卖猪 或者是长时间的卖猪 一定会遇到亏损 一定这是一定的 对吧 当然有的人会抬杠 或者在互联网台 我我一次都没就是吧 我一次都没卖 那个什么 没卖亏过 那纯属扯淡啊 谁信谁是傻子 谁信谁是傻子 吹牛嘛 对吧 有的人说话是真话 有的人说话吹牛 你把吹牛当成真话了 那我也无话可说了啊 只能说你也不是特别理智啊 这里我就不说什么什么 快手啊 等等这些 这些这些倒霉的平台了啊 因为 傻子太多啊 都不够片子分的 呃 那个那个 对吧 所以说就是说 呃 有人说 哎呀 我我这个卖猪我就没卖 对吧 我每次卖的都挺正 都是都是这个没头掉之前卖的 就是如果说你有这种思想 我觉得你呢 就是说还是太年轻啊 或者你养猪年团比较短 对吧 只要说你养了时间足够长 你卖猪的次数足够多 你一定会遇到亏损的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要正确的认识 卖猪出现的一个失误也好 亏损也好 换成说就是错误也好 对吧 或者我就是卖猪出现了 判方向性的错误也好 这都是你需要总结的 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这个 树立一下这个卖猪的 就是卖猪出现亏损 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啊 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事啊 谁都会预见 不仅仅是你啊 然后呢 大家要报道这个观点 虽然说我这次卖猪 说亏了也好 亏损也好 它不代表未来 短期的亏损 它不代表未来 对吧 如果说我 合理的止损 控制好水之后 我可以等待之后的一个 机会啊 良极啊 对吧 因为在这个养猪的这个 生猪场 猪周期 对吧 它是不缺少 不缺机会的 只要你合理利用 对吧 分析好 可能这次你亏损了 下次就是机会 但是你要 但是你要 理智 对吧 头脑清醒 理智的去 去分析啊 而不是拍脑门 没事拍脑门 隔着定啊 对吧 然后最后呢 呃 我们养住人呢 哈 就是说我们养住人 对不对 应该怎么应对呢 就最后呢 就是我们就是说 还是哈 别忘了 你说你呃 那个什么 坤也吃了 对吧 也有教训了 那我们一定要 最后要要从这个 对吧 学习啊 你已经学习的钱 已经交了啊 那么为啥不好好学呢 所以最后一定要从 你卖出事物 或者卖出亏损的过程中 学习啊 一定要学习 因为你已经交学费了 人家我不学 那你是傻子 学费都交了 你不学 而且是很高的学费 对吧 呃 所以说大家要重视 每一次这个 卖出失败的背后哈 他可能都蕴含着 蕴含着下一次 这个猪呃 周期成功的阴密码 对吧 这个就看你如何挖掘 这个真正的原因了哈 所以说呃 如果这里就是说 想奉劝也要注意 如果说你总这个这个 忽视哈 亏损 逃避亏损 对吧 逃避忽视像头鸟一样哈 呃 头鸟现在一样 就装作看不见 那你肯定会离成功 越来越远啊 越来越远啊 呃 今天呢 这个好 本次课程就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然后呢 欢迎大家呢 继续关注 留言评论哈 嗯 至于说这个平台限不限铃 无所谓了哈 这个就纯属是给大家 在卖猪过程中 给养猪人提供一些 真正的一些干货哈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呃 全国的各位养猪老铁 大家好啊 呃 之前呢 上段我给大家说了哈 就是说 大家呢 平时呢 养猪很不容易 很多人呢 是猪养的挺好 但是呢 到卖猪的时候呢 反而卖的不好哈 所以说这里 我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说 你养的好呢 不如卖的好哈 呃 然后呢 就是说 卖猪的时候呢 大家会 预见了一系列的一个 呃 心理方面的一个障碍啊 呃 今天呢 我给大家讲 第一个哈 卖猪 心理 系列课程一的一个障碍啊 今 第一个 大家卖猪第一大障碍 就是什么呢 大家有一个 呃 就是 抗争意识哈 或者是叫鱼手网破的一个 抗争意识 呃 就是说 大家不知不觉的哈 这也为什么 就是说 其实为什么养猪容易扛架 这不是说我们养猪人喜欢扛架啊 就是说我们在 卖猪的时候呢 这个扛架的 的行为哈 实际上 有很多时候是不受 那个 实际上你心里发着内心呢 不是说这个 因为 有人说 是不是谁谁谁 就喜欢扛架 不是的啊 这是 你一个心理的一个障碍啊 很多人是跨不过去的 所以就特别容易这个硬扛啊 呃 这里呢 就是说 嗯 产生我们这个心理 这个 我为什么会产生我们一个抗争 一个意识啊 或者抗争的心理啊 它是有原因的啊 嗯 有人说这是不是毛病 嗯 反正 这是一种行为习惯吧 呃 如果我们卖出的时候 如果能把它克服的会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这种习惯呢 是跟我们呢 是有很 它有几个原因哈 就是说第一个 产生这个抗争意识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 呃 是我们受到一个教育影响啊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 就是说 对于这个 顽强啊 顽强抵抗啊 对吧 呃 我这个这个 这个 以这种不怕死啊 对吧 赶死队的精神 那抗争到底呀 对吧 呃 于是网破了这种 说这种 呃 不认输的性格吧 或者一种精神 对吧 是我们从我们在受教育的时候 是是鼓励的 所以我们 我们在心里 或者脑上一个潜意识觉得 呃 我我去 就是我扛架 是一个 对吧 是一个 受 就把自己觉得 很正确的一件事 非常光荣的一件事啊 这是我们打心里觉得 所以说 为什么扛架了这么多啊 这是有原因的啊 就是说 第一个原因 呃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说大家的呢 就是说 深寨菊种了啊 大家呢 深寨菊种 就是我们是养猪人 我们成天养猪 然后到卖猪的时候呢 我们就 对吧 卖猪的时候 就是关注注价 今天今天卖 明天卖成天醒了 我们已经深寨菊种了 这时候呢 你已经没有一个大局观了 视野就比较窄了 成天盯着这个猪 因为你是卖猪 养猪人 你是卖猪的 只要你是卖东西的 总想把这东西卖贵一点 对吧 这个东西 咱们先比较 挣不挣钱 你的心理潜意识 这东西越贵越好 所以你就盼了 越会越好 所以说就是 一旦说听到有什么 关于负面的效益 利空的效益 你心里是排斥的 讨厌的 然后呢 这样的话就会 对于你一个正常的 一个卖猪行为 就形成一个严重的概要 这是第二个原因 然后你不知不觉 就会产生这种抗争的意识 抗争的意识 不服服服的意识 使科 硬科到底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大家出现这种 竞争意识 抵抗行为的一个心理原因 就是说 基本上 大家出现扛价的情况 基本上都是这个 猪价下跌 或者是下降趋势 或者是反正 无论它是 急降还是缓降 肯定都是猪价 在下降过程中的 对吧 大家出现 布内卖猪 出现一个抵抗 我就硬扛 希望处理反弹 为什么出现硬扛 第三个就是 你出现亏损了 对吧 你出现亏损了 你就有一个心理 就是我想回本 我想回本 如果说 那我不回本 然后亏损了 那我就给你一课到底 对吧 反正我 就是那种 我输十万件也是输 大不了 我输一百 我现在能咋的 对吧 我听过很多人 大不了 我就全赔了 能咋的 对吧 这当然 当你出现这种 这种想法 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你的 对吧 你的心理和事 已经牢牢的被这种抗争意识所占据了 你已经没有理智了 我说这个不好听 你已经理智已经没占多少 已经完全被这种抗争意识 对吧 不认输 输十抵抗的意思占据了 对于不对呢 其实这种 这种精神是好的 但是 对吧 你放在这个 我们卖出这个 情况呢 对吧 对于你卖出是 不利的 什么东西都分开说 如果 因为为啥呢 因为这个 你盲目的出现这种 抗争 抵抗 输十抵抗 好 他会产生几个后果 第一个最大后果就是 你 对吧 直接你就赌输了 明明这个 他就是下跌趋势 你非要觉得这个 猪价能触底反弹 我非要抵抗一下 对吧 对吧 明明原来你就是说 我赔 对吧 我一个猪 少赔点 赔个三十五十 你卖就可以了 你非要扛到这个猪 赔个五百八百的 都是你实在顶不住的 对吧 割肉了 这种 那你这种的话 就是可能很容易 就一下就倾家当产了 水池很惨重 对吧 其实养猪呢 对吧 你要说 我这一把赌输赢 很难出现输赢啊 养猪呢 你也不是养那一回 也不是养 就养这一批 对吧 我就养那个半年 你养了那么多年猪呢 对吧 你为啥非要在乎 这一把的输赢呢 而且你这一次输了 那么多 你下次还有机会 再玩了吗 还有钱了吗 所以说大家 要给自己 自己合理的止水 留一定的这个 东山摘起的资金啊 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 有人说 哎呀 我倒霉 我第一次读就读输了 那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你点好 对吧 你 你这个所谓的 我们也要搞 你赌对了 对吧 我要就是说 这次决利 这次住价 下降 如果现在决利 现在这个住价下降了 或者是之前下降 你赌对 就是说下降了 就是说你不卖 你就觉得 哎呀 这个一个月之后 肯定反弹 或者是十天之后 肯定反弹 你赌对一次 你说 我让你赌对一次不行 我让你赌对两次 对吧 你说 如果说你 别人都没赌对 你要赌对两次 我觉得你这个人 你得 得非常自信 你得自信到啥程度 那肯定是目中无人 谁都不好使 什么专家 他都狗屁 对吧 那我入价差得准呢 我连别赌两次 我都赌对了 对吧 所以说 你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一种盲目之信 对吧 你会觉得 这个抵抗意识 这个不服辅助的精神 血战罩底的精神 是完全正确的 对吧 完全正确了 那你就会出现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 你说这是好事吗 你盲目之信 那肯定 很简单 头两次 你挣第一次 你养一百多多多 挣钱了 你说你挣钱了 那我第二次 我养二百多多 对吧 养二百多多 又赌对了 你又挣钱了 养四百多多 对吧 你到四百多多 如果说你到四百多 第三次赌 你赌输了 而且你 你有头两次赢的经验 你第三次 你在赌的时候 真的 你就是你不 真的不把头两次利润 赔进去 你都不会杀手的 而且你还得倒贴 对吧 所以说很有可能 你到第三次 出现了跟 我说的第一种情况一样 你就跟你头两次白赢 就像第一次赌输了 和第三次赌输了 区别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都是一夜反批 因为你赌输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说 我不介意大家养肚呢 就是说 一次性把所有的家长 我就一次就说 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谁逼你了 你也不是说 呃 背着什么 这个这个杀人放火的 对吧 这个这个不可协调的东西 哈 没有必要这么干 哈 就是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整了这么被动呢 赢了还好 你要总是这么赌 你不能八把赢啊 走一次输 你不之前呢 努力全都浪费了 对吧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说 呃 第三种后果吧 哈 其实后果都挺严重的 哈 为啥不介意大家有这种抗争意识 对卖出事 第三种后果就是说 如果说你 养成了一种对抗的意识 抗争意识哈 无论你成与不成 一旦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的 你就会对市场 这个变化 敏感度非常差 非常差 呃 一旦市场说 突现出现什么突发事件 对于你来说 你就是觉得 都是那个什么 服务员 都是借口 我必须坚定我的信念 我不改我的信念 对吧 呃 无论出现什么事情 我都坚定我的信念 抗争到底 就是我与前例判 但是实际上 大家要知道 养猪呢 有可能很多人养猪 我这批猪 其实很多人养这批猪 只要养上了 就盼望这个猪长 特别不想听到说 这个猪爹呀 对吧 呃 实际上就是说 即使说 就是说 呃 咱就说 上个月之前你的判断是对的 对吧 从这个呃 出来量啊 消费量啊 整体看 对吧 猪也不多 你所有的预测可能都是对的 对吧 猪是可能就是一个挣钱的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我上个月之后 这个上个月之后呢 对吧 你上个月之后的一个观点 你再重新评估一下 你还会像上个月之前吗 对吧 如果说你要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抗争意识 那你什么 细细意见 你都听进去了 你还认为我上个月之前是对的 但实际上这个到上个月之后 上个月的变化 会有多少突发事件呢 对不对 会有多少 多少突发事件 比如什么俄乌冲突 像那个什么 疫情解开了 对吧 包括一些什么豆本上涨 等等一些突发事件 它有可能出现一些突发事件 会把你原来的判断 就是完全出现一个根本的一个转变 那你说你这个时候 你再坚持原来的观点 那你不就是 对吧 明明是错了 还要硬往上撞 那你的损失是很大的 对吧 所以这是很不好的后果 三个后果 所以大家要 为什么要 避免这个抗争意识 这里说的 抗争意识 为什么会有 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 抗争意识的有原因 有后果 下面我给大家说 既然抗争意识这么不好 那么如何就是说 应对这种抗争意识 这里有几个应对的办法 第一个应对办法 就是说大家要 第一种方法 就是大家一定要提前 设定这个亏损线 或者你一定要设定一个 自己设定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 设定方式不一样而言而言 比如说我极短一点 你就设一个价格 极短一点 就设一个价格 对于这个价格 比如说我可能亏损了 赔10%或者赔20% 我就全清了 我不赌了 我再再赌赌下把 这把我就不冒那风险了 好 如果说你要是说 呃 这个这个不是特别极端 我这个考虑一下风险 那你可以设两到三个这个设定价格 对不对 举个例子 这个住价是下跌的 下跌的 我可以设定12一个 卖三分之一 11设一个 我卖三分之一 11块钱我再设一个 卖后三分之一 对吧 你可以这么设 这样的话风险就很低了 对吧 比如说这样的话 你为啥叫大家事先设定好呢 设定好之后就一旦下跌 你就别犹豫直接慢 好 这样的话就不给你这抗争意识 留下什么 呃 生长土养啊 今天又后悔了 明天又拍大腿了 对吧 后天 对吧 又觉得自己多英明了 你就别想 也不给你这机会 啊 不给你这机会 呃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说第二个呢 呃 第二个方法 就是说顺势而为啊 啥叫顺势而为呢 怎么讲 就是说 大家呢 在 大家知道养猪呢 是有周 也不是有周期啊 大家养猪 实际上都养的是预期啊 对吧 我我现在养猪这儿 我抓到家 我现在 你就就当时的价格 无路没有用啊 你得关注是 三个月或者 五个月之后的价格 所以说 呃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猪 没到出来的时间点的时候 大家 大家就是事先不要对市场 抱有任何的看法 对吧 你什么也不要 你也别说 呃 我这周期进行长 一定的 你就先别抱看法 这样的话 你就会 还留着一个客观的分析的 思维和态度 啊 等你倒要卖住的时候呢 你再用当 在 这时候 在 在考虑 根据当时最客观的一个 本质的一个态度啊 去分析 解读这个 这个这个走势啊 然后呢 适应这个局势 进行买卖 这样的话 误差会更小啊 嗯 误差会更小 呃 这样的话 大家会 稍走很多弯路啊 嗯 养猪呢 嗯 就是这样吧 呃 大家一定要设定好 这个 就是说 呃 在这个 如何避免抗争意识呢 大家有计划 设定一下止损线啊 止损线 其实他就设定价格 这个止损线呢 一直已定 有的人说 我能承受10% 的亏损 那你就设定10% 有人说 我 我这个 接受不了亏 那你就接受 你就设到成本线 对吧 有人说我这个 我必须得挣点 那你就成 这个价格就设高点 好 提令提早设 为什么要提早设 其实大家养猪人 大家知道 卖猪呢 哎呀 实际上 如果说你就是提早做一点点 提早设定哈 这个计划呢 不要轻易修改 呃 因为这个 其实大家为什么卖猪比较难 就是走着连时去做决定 比如我今天晚上想 比如我明天想卖猪了 可能今天晚上做决定 哎呀 我明天卖猪 大家实际上 大家知道 你今天晚上做的决定 明天卖猪 明天不能卖猪 为什么 明天猪价涨了 你觉得哎呀 那我再留一天吧 今天明天涨了 后天是不是还能涨啊 是不是 你就 这就卖不成了 还有如果说今天想 我今天晚上想好了 明天卖 明天如果猪价 让人是大跌 大跌 大家找 你想卖卖不出去 车装不上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猪 你告诉我 即使你就是你 离时想卖的时候 今天想卖 你明天能卖出去 都不一定 因为不是你想卖 就能卖出去的 你还得收拾这个猪 饭的这个计划 满没满 他抓不抓你 对不对 给你报价里 买不买亿 然后你今天 就是如果说你 你总这么离时决定 你这个猪很难卖出去 因为说你也很难卖 就是是很多时候 就是你决定 越这个 就是那叫什么 犹豫的决定 最终你选择的 都不是特别好的 一个选项 所以说大家 不要给自己留 抗争意识的空间 也不 卖猪呢 尽量不要 犹豫啊 卖之前一定想好 然后呢 就坚定的出手 不要犹豫啊 不要说我今天 设定好 明天想卖 哎 根据明天 哎呦又改了 就你要那么来回 改这猪 你真的 你可能半个月 都卖不出去啊 好 今天这个 呃 卖猪心理课程啊 一一啊 就剪到这里啊 大家继续关注啊 然后再给大家讲 呃 第二个 第三个啊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呃 全国的各位 生猪老铁 大家好啊 今天是这个 12月19号 呃 今天呢 来给大家说说 这个猪市啊 今天呢 消息面呢 没有的 还是 这种恶劣的 不利 艺术还在啊 今天呢 资本继续一个暴击啊 然后呢 这个 二零 那个那 二零二三 零一合约 直接跌停啊 这个呢 就是说 已经跌到了 七块五左右啊 七块六 呃 这个呢 就是说 情况还是恶化啊 就是说 呃 资本不看好 需求量呢 还上不来 呃 所以说 住价呢 年前呢 我还是保持观点 美好啊 呃 这里呢 有人说 会不会反弹 呃 我看到一些 这个 一些人呢 咱也别说 人家立场怎么样 好与不好 呃 因为现在呢 有人说 哎呀 这个住价啊 跌到七块钱才好呢 或者跌到六块钱才好呢 什么呢 这叫什么呢 这叫黄金坑 我想说 这就是他们纯属 那个 虾 虾白 什么叫黄金坑啊 他今天是坑 谁掉坑里 神还我说我啊 那都是赔钱呢 我现在是真金白 那一分一分 那是不是在赔呀 对吧 所以说这个黄金坑呢 那就是一个鸡汤啊 这 那就是你掉坑里了 你别害怕 明天还 太阳还会照常升起 但是明天 你还能不能养猪呢 不一定啊 有人说 直接掉坑里 一下子爬不出来了 所以说大家呢 嗯 还是哈 就是 怎么说呢 呃 别太盲目吧 整体现在 其实这里会有一些 我的老的粉丝 就是也不是质疑我吧 就课后 那个那个 先下试验我 哎 他说刘老师 你这个之前 那个11月份末发的段 你不说12月份出嫁 应该不会 那个 应该是一个趋吻吗 因为在11月末来看呢 12月份出嫁 应该是一个趋吻 呃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几个观点 2月初 他有一个突发事件 这个谁也没想到的 对吧 突然一下这个 全国这个 对吧 就解封了 这个是谁也预料不到了 所以说这个 反而是影响现在住家的 最主要因素 对吧 因为之前 如果说我们按照 传统的那种 继续隔离 在家 在家没事啊 除了关注世界杯 那就研究点吃喝呗 所以说这个消费 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对吧 不行快 那个那个外卖送买 快递送买 网购 至少网购还是可以的 对吧 还是顺畅的 但是这个疫情一解开之后啊 反而对这个消费打击 是非常大的 对吧 因为现在大家可以在网上啊 在哪看 现在已经解开 解封了 但是反而看这个 流通的人呢 对吧 公共常管人呢 反而比 maybe那个 对吧 比那个 解封之前 也还少 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在关注什么呢 对吧 最近这个十天八个月 包括年前 大家关注的都是 自己 羊们羊啊 身边的亲戚朋友 羊们羊啊 如何抢药啊 羊了 对吧 想了我接羊了 这玩意儿呢 有幸有众啊 我得 对吧 谁得病 你还能合理别的吗 本身得病 不爱吃喝 没有食欲 而是你的心事 也不在吃喝上 对吧 还什么吃不吃肉啊 可能吃点鸡蛋 清汤面条 多清淡一点的呀 我们才有食欲啊 所以说现在大家 公众院根本就不在这 所以说 这个消费呢 反而 这个一解开 这个反而对消费 特别不好啊 至少年前 短期内 大家还是在 亏小这个问题吧 对吧 至少你家里 就是说现在来看 就是你家里 现在咱们都是家族式的 你家里有十口人 或者是八口人 或者五口人 你感觉你现在 家里全羊了吗 有的是啊 但是有的可能 羊一半 羊啥个 羊两个 大家都在静静的等待啊 所以说这个 现在大家观众点 根本就不在吃上 所以说这个消费 反而是 是一个下降啊 所以说现在 这个猪价呢 只要消费量一下去 对吧 这个 它怎么涨啊 对吧 没人吃肉 怎么涨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国家还放储 年前呢 基本上国家还调控 不想让这个猪价 涨得太多 对吧 多方面人数 现在就是说 整体就是一个 大离空的一个环境 所以说大家呢 怎么说呢 反正年前 这段 这个猪 如果说年前 你适合出栏的猪 就是在坑里 是不是 就是在坑里 谁说你也是在坑里 对吧 大家已经 你这批猪 就是要收割你的 好 年后 已经说那年后 能不能好 这我给 我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12分 这个波动这么大 跟我之前的预期 为啥不一样 因为我也没 我也不知道 这个12分 疫情要解开 对吧 我们面临一个 缺羊的一个 感染的一个 什么感染高峰啊 等等一些新 突发 这就属于突发事件啊 说说大家在预测 某件事情的时候 有一些突发事件 是考虑不周的 考虑不出来的 对吧 这也就是说 这也是为什么 未来的事情 不是那么好预测的 对吧 不是那么好预测的 来年呢 怎么样呢 过来年看嘛 就看这个感染高峰 就是说要么就快点来 好 让大家这个尽快都感染 都感染完之后呢 大家一看都没啥事 也就放心了 现在就是二不看着哈 有的人感染 说没事 但是呢 你说这玩意 他说没事 你说你没感染呢 你信吗 你信吗 不信吧 你肯定知道 准不准呢 就是说你信了 你心里是不是得嘀咕这事 合议啊 成天合议这事啊 所以说 只有说你切身经历了 你才 这真没事 所以说这个 就是这个 就这个 现在就这个环境嘛 所以说大家 如果说大家 有人说我想赌 想压 我觉得年前不要压了 如果说你实在 就是有人说 我不赌我弄心 我非要赌一把 那你可以适当适当 赌一赌年后哈 年后 有可能会有机会 这个机会呢 也是在现在这个盘面来走哈 如果说现在继续跌 跌到七块以下 或者六块以下 年后的机会就越大 好 就是年前 这个坑越深 年后的机会是越大的 好 如果说年前这个住价呢 就是 就是说这个保持一个成本线 主要有七块钱 七八块钱波动哈 七八块钱波动 你说 大家赔钱呢 也没赔 也没上招说肉哈 也没说到那个 库迪卡娘里 反正还能维持 那年后呢 他也是维持 也不会有太大的起射啊 这个都是就是 先腾后腾哈 就是说 那什么 人嘛 这一辈子 你该挨的打 一个你也少不了 就早挨晚挨的事哈 所以说这个呢 大家就是慎重考虑吧 住价呢 比如说现在 呃呃盘 就是网上报价有有高有低 不准啊 大家我觉得 应该参照市中期货吧 今天市中期货大跌 即使没报 报的不低啊 我估计明天也是低啊 大家慎重考虑吧 呃 个人能力啊 家庭啊 都讲究软实力和硬实力啊 其实呢 养猪人也应该讲究一下 软实力和硬实力 实际上养猪人的硬实力是啥呢 就是说你的 对吧 我我能把这个猪养好啊 我我这个PHY平高 我猪能少得病 我的成本低 这是你的硬实力 但是呢 很 有多少人关注养猪人的软实力 什么叫软实力 养猪人的一个 咱说这个这个 卖猪的一个心理啊 这就是软实力 卖猪啊 那为什么有的人在 遇见了会 对吧 不会跳坑 其实养猪人在 卖猪的时候 这个心理博弈啊 你是有很多坑的 一不小心 你就会跳进去 有些人 咱不能说他多高啊 为什么有一些人 能躲过去 就是眼睛那个心理 拼你好 这就是软实力 看不着的 对吧 你就说眼睛脑里 装的东西拼你多 就不容易上当 你说我咋知道 他脑子有啥 对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 软实力是不可量化的 就是你个人的一个 见识啊 学识啊 知识啊 知识面啊 广不广啊 然后你 你研究什么哈 所以说后续呢 我会给大家 讲一下这个养猪人 卖猪 如何提高 养猪人卖猪的 一个软实力哈 让大家在硬实力 提高听一下 这个软实力 也加强啊 因为养猪呢 如果说你要 当那时候 我就养的好 如果说不会卖 也挺闹心哈 然后我还发现 一个问题啊 是现在我们的 养猪人呢 脑子里哈 真的 其实卖猪呢 也是一门学问啊 也是一门学问 咱不能卖好猪 不被这个市场影响 明明对吧 遇到坑 我们都躲过去 或者我及时知水 这都是一门学问啊 这个过后 我可以给大家 讲一个系列视频啊 大家喜欢的关注啊 因为这个视频呢 可能会给少部分 呃 有见识的有用啊 因为这个东西呢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 其实有一些真理呢 能教育少一小部分人 大部分人 你是教育不明白的 也就是这个世界 为什么呃 其实这个世界 一定是少数人 统治多数人 这个多数人 在少数人眼里 他就是一个白痴无知 也就是说 那我全部改 给他们拯救 也就是他们 就是一个小绵羊 那我全给他改变成狼的了 不行啊 你就世界上全是狼呢 吃谁就啊 总得有这些 这些笨蛋 垫背哈 我只能说就是 而且这些笨蛋呢 也不是说你说几句话 就能教育明白的 对吧 他一生就那样的 世卫就是那样的 不会轻易改变的 所以说 那就让他继续背下去 好 聪明的人呢 能学到一些东西呢 我们做一些聪明的人哈 就是说 我教你吃肉的方法 你能吃到肉呢 你就吃到肉 别扒扒嘴哈 也就是说 我把我吃肉的方式 再分享给别人 你非常没有用 他不一定信啊 他不一定信 而且还觉得你呢 是在成天满嘴 胡说八道啊 然后呢 还有一些 就这些 呃 所谓的笨蛋呀 呃 无知的人啊 他们成天脑里想的什么呢 是想着如何占便宜 对吧 因为杨主任 杨主任很有意思 我今天想着如何 占料厂那样便宜 占肥料厂那样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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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天想的是 那个小舅舅啊 跟我们想的 这个小舅舅不一样 你说他们也不傻 他们那账 算得很明白 但是就抠那些小账啊 我今天 哎呀 举个例子啊 这个药厂发额 出销 我喂了一个保温壶 明天我喂了一个水杯 后天我喂了一个背心 呃 大后天我喂了一个裤衩 就为这些成天 他的脑子全在这这上啊 还有一点就是 算算你这个 占点占小便宜啊 但是呢 你靠成天脑里想那些 你是发不了家的啊 只有被窄那个 那个那条道啊 早晚被窄 呃 今天就录到这里啊 大家喜欢的继续关注啊 我整理整理啊 应该会整理个 八九个视频吧 给大家发一个系列啊 希望有缘人啊 能验证观看那个视频 至少占你养猪啊 或者投资这块啊 绝对是对你有帮助的啊 提升软实力啊 好 大家喜欢的继续观众啊 呃 全国的各位羊肉老铁 大家好啊 今天我这边下雪了啊 挺冷的 我今天 呃 这个 九点嘛 生中期会也开盘了啊 像我昨天说的啊 呃 就是 资本呢 也给出答案了啊 资本呢 也认可这个价格了 所以说 现在这个猪价呢 就算跌下来了啊 大家就是说 跌到现在这个 呃 八九块钱之间啊 嗯 现在资本也就认了啊 呃 我觉得也就这个现状了 没有什么奇迹啊 又是 逆转 逆转啊 因为原来期待的 其实 呃 录完视频 昨天有一些老铁会在实际问我 那猪价为什么会跌呀 因为昨天没说啊 呃 实际上给大家说一下 猪价为什么会跌 就是卖猪的多啊 实际上卖猪呢 有三股势力啊 第一股势力呢 以我以为以牧原 温氏为代表的集团 呃 第二股势力呢 就是散户 呃 第三股势力呢 就是这些少炒七菇 这个这个生猪期货的这个资本 啊 首先呢 呃 第一股势力 牧原在十二月份 他一定会出租 这个我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 大家 什么原因 大家自己去翻去啊 呃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说 这个猪价到一定到下跌到一定预期的时候 这个散户一定会跟风的啊 他们就是 其实散户就是一个跟随者啊 他们 他们呢 虽然呃 就是不会决定这个市场的风向 但是他们会加剧这个事态的一个发展啊 散户是跟随者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资本呢 我说这为什么说资本是有力量的 资本认不认可呢 其实 在生猪期货呢 这个东西其实 一本正常人不要碰这个东西 这东西就是合法的一个赌场 对吧 这个生猪期货 其实举个例子 那个下跌6%或者5% 他的 他的杠杆率是 哎呀 6到7左右 就是说 盘面上下跌50% 一现价 他得下跌 呃 20%到30% 就是这个数量是很大的 呃 为什么说他们如果说有一些资本 他们投入大量资金 他们要是 他们如果说是 这个这个 他们想扛 绝对是批闪户或者集团 有实力了 因为这个有钱人嘛 手眼通天啊 呃 手段呢 方法啊 这个眼光啊 都是超约我们的 或者说背后有些东西 是我们看不见的 但是今天呢 就是 就算这个虚而是说落地 利空就完全 呃 坐实了啊 资本呢 也认输投降了 好 即使爹 我营业也认了 所以说这个山谷势力哈 就是 资本 集团 加散户 同时的话 都认了这个住价了 就是什么叫认呢 你别管你心不甘情不愿的 你卖住就算你认 就算 那个什么 落指无悔哈 像堵桌上呢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对吧 落指无悔 对吧 发牌你别动了 就就已经这样了 是吧 大家都也认了 所以现在这住价就这样 呃 所以说这个东西咋说呢哈 嗯 呃 输了就要认吧哈 挨打呢 你得站稳哈 因为咱们 养住都是成年人 这是你当时的一个抉择 赌输了也好 咱们的也好哈 呃 那就得认了 就是这个事实 对吧 呃 因为这个东西 可能 其实这个大趋势呢 是肯定是稳步向下的 但是呢 呃 正常来说呢 可能大家会预计哈 可能会年后才会出现这么大的波动哈 但现在为啥能到年前了 其实成也是这个互联网 拜也是互联网 因为现在这个信息呢 传播太快 所以说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秘密 大家都知道 所以大家都在 越越是这么往前撵 反而 年前 成了一个一个坑了哈 就是提前把这个坑砸出来了 然后我给大家放一 呃 放一下这个生猪期货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现场的一个落屏 还发个图片 大家看这生猪期货哈 呃 生猪期货呢 基本上就是说 呃 九月份 呃 不是九月份 那个明年一月份的住价呢 呃 盘面上呢 是九块钱 嗯 盘面上呢 是九块钱 呃 十八一公斤嘛 九块钱 九块钱左右 呃 也就是说 呃 现在是十二月份中旬到一月份 这个住价呢 就是 九块钱左右 然后你再看明年 呃 一三五七九哈 这个盘面的价格呢 基本上都是 呃 八块 呃 那个一万六到一万八之间 一个波动哈 就是说基本上 现在一个价 就是来年的一个均价的哈 八块到九块之间 呃 所以说对于 就是说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 猪价下跌 已经成为一个既定事实了 来年 各位有什么规划 什么想法哈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盘面呢 呃 就是说 对于你的判断呢 多多头少有个参考吧哈 呃 第一点呢 就是说一些 呃 现在就几类客户吧哈 呃 第一类客户呢 就是说赌这个 对于来年 或者现在这个处境 如何决断哈 第一类客户呢 就是说 二十育肥的呀 或者是这批育肥猪啊 就是赌这 就是赌年前这行情的 现在看 完 已经是完全失败了 就是输了啊 输了呢 你就得认 就是你肯定是输了 人家说 我下批痒不痒 那是下批是什么 这批你就输了哈 呃 然后呢 第二类人呢 就是说致凡致痒的 呃 致凡致痒的 就是现在这个住价 因为现在跌到 九块或者跌到八块 那明年是不是又得跌到五块六块 现在从盘面上看呢 嗯 到明年九十分之前 这个生猪期货的盘面呢 没到 还是八块到九块之间 均价哈 你可以看 就这个 我又给发 这图片都有哈 你可以看哈 这均价哈 大体大体上下不会差个 差出百分之 呃 十左右 就是是顶挑的哈 呃 这是一个价格区间 至于说你能不能赢 你能不能养猪 好 不是市场就是这个 已经 就是给你这个 添了光 你基本就这样的 能不能养猪 不在于市场 而在于你自己哈 你的自己施养成本 你有没有优势哈 对吧 那有的人 这个保险 毛巾 年年也能挣钱 那你的施养成本 就是九块钱 哈 你的对吧 你没有你 石链没有优势 然后你养的呢 生产成绩再差 对吧 你你 对吧 就是说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能不能养 看你哈 你的市场水平啊 你的最终 这个成本控制哈 怎么样 能不能养 呃 就是这是第一点啊 就大家 呃 控制好 就是你的成本 跟这个 这个实际 你你自己捏一下 算一算 这是第一点 如果成本 你说你成本控制 足够足够低 你可以养啊 呃 第三点就是说 这些育肥物哈 呃 比如说 现在可能还有一些人不死心的 还要赌 呃 就是我 我给大家建议呢 就是说 赌呢 你要分清十二哈 其实什么时候的赌局 大家去赌是最合适的 一个是成本最小 然后呢 呃 就是说这个 成本小 呃 赢的筹码比较大 啊 有大概率的翻盘呢 或者是这个这个 变盘哈 你去赌 但是现在来看 你说现在这批猪 大家现在手里 这些大肥 或者是二十肥肥 你的成本很高 你这是高成本的猪 不是低成本 不是一百五千 啥个猪展那时候的成本 哈 现在这成本很高 你有没有不用拿这个 成本去赌 而且后市的话 应该 呃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 往上涨的波 我个人确实就是趋稳了 不会太 你说一下又给你 就涨到十 十二十三 很难啊 你有没有赌 另外一个你赌的 赢的 就是赢的筹码也很少 哈 因为大家可以看后市 这个猪价哈 呃 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赌啊 就是说建议大家 嗯 顺势出栏啊 当然比如说那个 二十肥肥肥赔钱了 这个呢 你赔 你现在赔钱了 我咋劝你都难受哈 那你就自己考虑 对于这些治藩治养呢 我建议大家顺势出栏 顺势出栏 然后明年呢 呃 明年我是这样建议大家哈 能不能养猪 能养 能养 就是说只不过日 这个这个利润不高啊 利润空间不是特别大 然后呢 你还要获得利润 那你就得极致的 亚底自己的 对吧 呃 亚底自己的生产成本和生产 亚底生产成本有两方面啊 要么你有比别人更低的一个 对吧 呃 进货优势 第二点呢 就是你有一个更高的生产技术哈 来背 把这个生产成本给稀释 就这两点 你去下各种府上 你才有可能 挣点小钱 不赔钱 当然有一些 有一些人如果说技术还差 然后呢 你在这些采购这些东西的时候 还啥都贵 那你基本上没有太大利润啊 你可以不养 这是我对这个想养猪的一个建议啊 第二个我建议是这个阶段呢 呃 制盘制养科 不要再扩规模了啊 因为你现在扩的规模 咱说你八块钱或九块钱 抓回来那个猪 那个二元也好 母猪也好 成本还是高成本的 对吧 还是高成本的 就是说没有必要 在这个时候大账清楚 扩规模啊 那我抄底啊 没到你抄底的时候呢 对吧 你那 我就 其实在想 这个时候大家也不用 已经这样呢 第一点 不要过度恐慌 说 哎呀 这猪不能养了 就是全逃了 没必要 另外一个大家 现在即使抄底 现在不是抄底的时候啊 它不是那个 六七块钱 五六块钱的时候 你抄底 对吧 这是我给大家的合理建议啊 呃 然后呢 呃 今天就 就录到这里啊 呃 希望对家 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大家 呃 养猪呢 也多关注关注 生猪气候的盘 盘面啊 大家 我不建议大家去参与啊 因为那些东西就是赌博 但是呢 它可以 对现实的一个猪价呢 有一个多少的一个参考 有的时候偏 偏高 有时候偏低 但是呢 相对来说 它是围着这个 呃 上下波动的哈 一个均行线 它是一个很准的啊 凭我们平时 呃 看不着那种预测 相对来说 准确率应该是在80%到90% 很准了哈 呃 好 今天就到这里啊 大家喜欢了啊 多多点点关注啊 点点赞啊 然后 以后还能看见我哈 人家 都没有 你知道吗 看不着我 我们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销售数据都出来了 个别的什么正邦 希望 没出来 但是整体出来了五六家了 大概就能看出这个注视的一个走向了 我记得11月份的时候 我就拍过视频 说应该注价是一个趋稳 从这个销售数据就可以看 很多人可能都盼望着11月份应该会有一个涨价 但是实际上11月份是有一个小的 一个向下的一个波动 到现在他也没这个坑也没填平 为什么 从这个销售数据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我给大家提供的图片 基本上这些集团10月份的销售数据基本上都是 呃 大家可以看这销售数据 逐月 咱来每个月来看啊 都是11月份应该是一个销售旺季啊 就是说相对来说 集团在11月份出租量应该是在全年的一个 呃 最高的月份或者是第一第二的月份哈 呃 这里呢 所以说11月份的注价呢 涨不起来 就是说集团 还是在大量的出租哈 包括12月份呢 集团也会继续大量出租哈 比如说其实11月份12分你要说大家12月份还没出来哈 我们到一月份来看 它一定是差不了太多的 所以说这一点来说 现在这个注价呢 应该还是一个平稳向下为主哈 所以说老铁 各位老铁哈 我觉得大家不要说有什么期望 说这个注价还会不会暴涨啊 个人观点不会了啊 他不暴涨就是好事了 能维持一段时间就算不错了啊 当然有一些闪户说非要扛 那你就扛 但是你现在通过这个销售数据可以看啊 呃 集团是不扛了 该出出啊 呃 通农公大家可以看啊 这是我们从大月份11月份的销售数据来看呢 就是说大家知道啊 11月份注价为什么没涨啊 集团不在压住 集团正在出租 12份呢 应该趋势也差不多哈 呃 大家从这些简报再可以看出一点啊 就是说 这里像养 对于我们养猪来说呢 比较重要的企业 像温室啊 墓园啊 这都是老大老二的 相对来说 在我们生猪养着这个这个 施养那块呢 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哈 这个注价呢 市场就是一个供需的关系哈 供和求哈 需求量基本上是固定的 供需呢 就是说供用量呢 大家可以看啊 包括温室来说 你从这个12月 从去年到现在哈 温室的出来量是逐步递增的 好 而且现在这两个月是高峰 明显是比今年10月份 照比去年10月份的出租量 你看这一个月差多少 差很多啊 对吧 呃 差很多 包括温室也是 他这个出租量今年到比去年 同期的10月份来比都多很多 当然有人说 那像有人说 那个天邦啊 大北农没差多少啊 他们体量也小 他们影响不了大事 其实主要还是看温室和墓园啊 呃 所以说 呃 云室的未来的出租会怎样 大家可以看啊 从这个趋势来看 呃 从这个趋势 从这个他们公开的数据来看 就是说证明集团的养殖量 在逐步回升 而且基本上已经超出 他们的预期的一个养殖量了啊 所以说集团的猪还是有的 而且很多的 而且现在小飞呢 对于集团来说 也不是什么摘摘性的东西 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控 即使得了 我暂时复养 就是说这个 这个这个补拉率啊 就是说这个 不会对它的施养规模 有形成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 就是说这些供应量还是稳定的啊 呃 而且是稳中上升 而且是上升不少的啊 所以说当然说来年的住价 整体来说应该是平稳向下的 呃 当然也不排除某个月啊 会出现呃 波动啊 这种波动呢 就是因为炒作的啊 比如说集团呢 把这个硬要把这个猪抬得压 压完之后呢 这个这个标注呢 就卖给这二十余肥的 呃 就是硬压几个月 这个就是因为炒作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集团是不缺猪的 当然这个观点说了之后 大家可能 那集团不缺 那散户是不是猪少了呀 因为盼着涨价的人一定 希望听到一些 哎呀 这个猪少了 明年肯定涨价啊 但是事实在这摆着呢 我们 虽然我是在 口说啊 但是我口说也是有凭证的啊 我是在说数据 呃 因为咱从数据看 这是真真实实的数据啊 如果说你不相信数据 你就想听这些 网红主播跟那胡周巴里 那你就信哈 嗯 到底说这个住价是他们吹上去的呢 还是说实实在在是靠这个数据呢 来支撑的哈 呃 所以说来年呢 大家呢 呃 住价 一个是对于住价的预期哈 大家心里还是呃 住价的预期 另外一个呢 就是大家就是合理参考吧 我这里呢 也不是说过多的预测哈 大家根据数据来 我觉得还是呃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哈 数据少那么多 呃 实际上呢 还是猪呢 还是稳步上升啊 所以说呃 大家说那来年呃 有人说那来年是不是不能养猪的 呃 就是说 呃 国家调控的目的呢 不是说让老百姓养猪赔钱 对吧 有人说哎呀 这又要赔钱了 是不是又要倒霉了 不一定啊 国家调控的目的呢 是不像这个住价暴涨暴跌 对吧 就是国家是希望你挣 挣点钱 但是呢 你不能说养猪 比说白的 比那个盖楼的 比房地产都挣钱 暴力 要成为暴力行业 这也不是国家初衷 国家初衷就是说养猪 健康了 你挣点辛苦钱 可以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太悲观 因为说那是不是这个完了 来年得赔死了 也不至于哈 就是说 你应该也会挣点小钱 但是大家不要期望过高 不要说这明年住价再给我涨到20或者18 应该不会的 数据 实际数据在这支撑呢 集团上市公司的年报财报 可信度 人家说有说假的 但是可信度 肯定比你那个胡说八脸 没有 一点一句的胡说八脸 还是有点根据的 我宁愿信这个 也不愿信别人胡说八脸 咱说算命 我拆 肯定凭你拆 那玩意是可靠的 关于这个来年的住价呢 和 10月份各大集团的一个 这个 这个生猪简报 给大家分析到这 然后把这个各大集团的销售数据 给大家列出来 大家 详细看一看 这个 比如像大本农的销售数据 对吧 你可以像那个温室的销售数据 像这个 墓园的销售数据 然后像这个天邦的销售 你可以看啊 因为通过数据 我们看到很多 包括一个走势啊 现在一个趋势啊 对吧 你看这个 你可以看 聪明人是可以看出来的 当然有人说我不看 我也不信 我也不听 那没招了 我能做了就做了一起了 希望给一些 有眼光了 自己心里 有点数的人啊 做一个参考吧 住价呢 养猪呢 不是靠赌啊 有人说 赔钱的时候呢 你 其实 不一定就赔钱 但是 不一定 就是你不要总是 想那种赌徒的心理 我要一下 一夜暴富 是养猪 稳当呢 还是可以的 就看你的 你的期望值和你的 和你的 对吧 你期望太高 来年应该 别抱有太大的期望 但是呢 呃 也别说太悲观 因为国家 调控嘛 你要相信国家 国家 呃 对吧 既然能把这个 就是高住价打下来 他也一定会有一个脱底的 哈 对吧 国家 呃 还是很强大的 对吧 我们需要 有的时候还是 这个心理支撑 还是需要国家来支撑啊 而不是靠这些 网红主播呀 这些所谓的专检啊 他们就是像那个 枪头吵 枪头吵的啊 随风倒 住家好的时候呢 他就跟着说 哎呀 住家得涨 住家低的时候呢 他就说住家一定低 没有用啊 这种枪头吵 没有用 你越听越烦啊 大家还是多看看一些 真实的数据 真实的一个情况啊 嗯 这样的话 对于大家养住更有利的哈 好 今天就录到这里啊 大家喜欢呢 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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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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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道理来说 如果说你这个猪 确定是感染小飞是养性的话 这个猪已经没有知道价值 对吧 已经没有知道价值了 就赶紧该处理处理了 对吧 但是这个 当地各个这个 这个这个客户呢 养殖户呢 就是说有病乱投医吧 就是说 即使就是像人 即使你得癌症了 对吧 那个电线杆上啊 那个电线杆上啊 或者是墙上贴那个小广告啊 偏方啊 你还想试一试 这个养殖户人 这个心里啊 他就睡一试 现在 现在就是说有一些新药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药啊 能把 而且就说 你这个是非洲猪瘟 或者是什么 是小飞 弱阳性 然后那个 我给你这个有药 咱治一治吧 啊 呃 你万一治好了呢 对吧 我接触了好几家啊 呃 都是外地的 呃 本地也有啊 然后讲 东西提醒啊 那就治吧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就治呗 就当小飞治吧 你给我治吧 就你也必须治吧 没招了 呃 然后呢 呃 很神奇啊 既然我接触了四五家 呃 过后 唠了一口 哎 就说 哎 小刘说 你看 我这当地某某某 那个给我拿药 给我加小飞都治好了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那个怎么是小飞啊 我说他咋确定的 然后他说 他能拿试纸啊 然后还给我拿那个图片 那检测 你看 他就拿着试纸 你看是两条杠 这不阳性吗 然后 他投药 投个十天八天 真就好了 好 真就好了 然后这个客户吧 就把这个当地这个 其实这种 干这种事 都是当地的土寿仪 或者是这个 呃 吹嘘比较大的 平时比较好吹嘘的啊 大家知道这个人 你看就扎扎呼呼呼的 好说啊 扎扎呼呼的 没事 就是 有一 他敢说二 这种人啊 然后他 哎呀 这谁一样 好 我治好了 呃 其实在这里 我想大家 我想就是 我想跟客户说 我说 你反过来想一想 我说呃 咱就这 从那个问题 来说几点了 我说第一点 他那个市值怎么样 准不准确 我说你知不知道 现在这个行业 我说这个市值 也可以造假的 我说包括这个行业 市值可以造假的 是不是 然后 然后他就给我发几图片 哎 我一发现那图片 确实有问题 他那个 撤几个市值 是吧 那个市值 要么是无效的 要么是有问题的 然后又以这种 有问题的市值 来验证 我这个是是这个若阳性的猪 然后呢 去治 治好了呢 就说 因为你当小飞去治疗的话 投药啊 或者啥的哈 他就给你投大两年 花很多钱 然后你治好了 你还得谢谢他 这个让大家看那个赵本山卖拐的 把你卖了 你还把你忽悠求了 你还得谢谢他 还得变成神医啊 这样的 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啊 大家啊 首先小飞啊 可防 不可治啊 这个不是我说的 就是国家 最权有的专家 有些告诉你 他是可防 不可治 明白吧 治不了 呃 有人说那 你这个东西 就是养三十头 有养三十头猪的 或养五十头母猪的 还侥幸我这个非洲猪温能治了 你去养那个三千头 五千头那种集团的猪场 或者三万头 三十万头猪场 你跟他说这个非温 非洲猪温可治 他可能一专头拍死你啊 但是你跟这些 养三十头二十头 十头八头 母羊母猪 哎 他觉得挺神奇 像一天 像跳大神 因为对吧 就是说 呃 世卫比较窄啊 首先第一点 那可防不可治 这是第一点 有人说那为什么 但我去接触这个行业 就是好几家 那为什么他给治好了 首先第一点 他这个视纸就是有问题的 他就是 他验出的是阳性 可能是假的 你那个第二点 就是你那个猪 根本就不是小飞 你那猪有可能就是兰尔荤感 然后他给你投一些 治疗高热的药 治疗兰尔的药 治疗油管的药 对吧 这个养猪除了小飞不能治 别的病是可以治的 啊 这是第二点 有可能你这个东西 是别的病给你治好了 然后忽悠你 这就是明目照亮的忽悠你 但是 闪养户不知道吧 你看那个视纸就老高 他不知道 他根本就没有见面能力 不知道这玩意儿 有没有效 真假 呃 然后呢 第三点啊 呃 第三点呢 就是说这个 飞楼猪瘟 虽然他这个 不能治啊 但是他很好防 因为他呢 相对于别的疾病 什么口啼液啊 六人性腹泻啊 圆魂啊 蓝尔啊 相对于他们来说 他的传播能力是非常弱的 非常弱的 所以说他的防控是很好防的 但是不能治啊 呃 实际上你那个猪 他不是治好了啊 即使你家猪是非洲猪瘟 那也不是人说我家猪真得非洲猪瘟了 我家有那个三百头猪 对吧 得非洲猪瘟了 你看我还能活二百头 但你说你这个死了一百头 他分好几个好几栋哈 那你说你这个活着二百头到底是因为这个药物给治好的 还是他治理治愈的呢 实际上他是治理好的啊 就不是说治理好 他就没得上 这个没得上是因为你用了一些投药啊 或者做一些物理阻断啊 其实就是物理阻断啊 阻止 就是说让这个没发病的 没有在没有感染这个非洲猪瘟病毒 他就不发病 对吧 据说怎么阻止的 那就一些手段了啊 有一些物理的物理的阻断 对吧 还有一些我们通过这个消化剂 对吧 消毒 对吧 来阻断 然后低剂量的呢 在食料里加双花剂 液水里加双花剂 其实那个双花剂 你可以理解就相当于 天天给猪吃这种 没有害的一个小肚子 就是说这个非洲 根本不给非洲猪瘟记录体内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你那个猪呢 他没死 因为他根本就没感染上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说现在一些厂家在炒弱什么 这个什么 哎呀我这个猪场 即使检设出了这个猪瘟阳性 还能带毒生产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带毒 是我这个猪场检设出来阳性的 但是我有一部有一份猪呢 它是阴性的 我只是确保 把这个阴性猪 不被这个阳性的环境改演 通过什么手段呢 也就是这些酸化剂呀 提高猪的免疫力呀 然后进行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离哈 大家知道这个阳性带毒厂的 他这个生物安全要求也是很高的 其实主要是靠生物安全解决掉的哈 呃 所以说大家不要被这个 哎呀是 你看很多厂家都吹嘘哈 我这个 你看我这个可以让那个猪场带毒生产 就证明我这个东西能治了非洲猪瘟 他还是治不了的 他只能辅助的隔离 隔离哈 主断主断这个非洲猪瘟进入这个 阴性猪的体内哈 然后呢 来猪子的发病 而不是说他这个药能直接 我这已经感染 我已经是非洲猪瘟养生的 我再吃你的药能把我治好 那是治不好的哈 大家明白啊 然后呢 大家要知道啊 为什么说 其实现在这个非洲猪瘟 并不是说 现在他得上了是很可怕 但是呢 防也很好 很好防 想清理呢 也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 即使我这个猪场 得过非洲猪瘟 对吧 我清完之后 我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复养 为什么 如果说我消毒条件够的话 首先你做到了一个合理的一个 生物安全的一个 对吧 隔离措施哈 保证你是阴性的 你别带毒 第二点呢 保证你用的消毒水 是确实是确实有效的哈 你别买那假消毒水 自己一顿消 但你消毒水没有用 你消再多 你杀不灭细菌 杀不灭小肥这个病毒 第二点把小肥瘟杀灭掉 杀灭病原 第三点呢 就是说进行一个生物的一个隔离 就是说 这个猪在饰养过程中 我们要加一些大量的双花剂呀 这种东西哈 它是可 就是直接 伴随着喝水 食料和饮水 在它吃喝的过程中 就是进行一个 生物隔离哈 就是说你在一边吃又一边隔离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防住的啊 这也是为什么富养中国 这个小肥那么厉害 中国但是这个猪价啊 就是这个富养成功率那么高 因为我们已经找到方式了 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可怕啊 想富养也很容易 但是你得做好啊 所以说大家对于小肥呢 既不要把他呢 特别这个魔化 但是也不要小看他啊 还有一点我想纠正一下大家啊 小肥呢 是可防不可治的 大家不要相信这个市面上的一些所谓的能治疗小肥的啊 如果有人说 那我那这个病治不了 我对他就无所 就就没有 实际上你就是做好生物安全 做好物理 你的生物隔离就可以了啊 就是说 我带直外联 你这个猪场 如果说能把口蹄疫啊 蓝尔病防的都很好 就是那你这个小肥根本就得 就不会得啊 因为他的传播能力跟口蹄疫啊 跟蓝尔病比 那差的不是一心半点啊 不是一个等量 一个等级的啊 你能把这两个病防好 你这猪场 基本上就不会得小肥啊 比如说那有的猪场得小肥 那一定是有一个严重的一个生物安全漏洞的啊 还是生物安全吧 这个 然后呢 这里我想劝劝一些闪户啊 大家呢 呃 别被这些 呃 行业的败类所骗啊 包括这些 所谓的药厂 还有一些 嗯 无德的这个受益啊 狼狈为奸啊 啊 坑片养着物啊 嗯 虽然傻着很多啊 但是我想看看视频的啊 你清醒清醒 好 呃 大家看这个图片啊 呃 呃 有人很多人可能特别闪户啊 都没见过检测纸是啥样的啊 呃 这个稀正常这个视纸 正常这个视纸检测呃 呃 做完之后 他那个稀应该都是有的 都是一个一个 有一道杠的 这个证明有稀呢 就代表证明这个视纸是合格的 然后呢呃 如果说没有梯呢 就是说证明这个是阴性 有梯呢 就代表阳性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试纸出现了什么呢 C没有 它是T出现了 那这么这试纸是有问题的啊 如果说你给你检测那个试纸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他的检测呢 绝对是非常不严谨 我说就他妈这个 那绝对是假的啊 这试纸绝对有问题的 对于你的检测结果一点意义都没有 如果他当这个给你当非洲诸文 非洲诸文治的话 那你就是呃 对吧 那就是说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你愿意信你就信 你愿意当傻人都当傻人啊 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这两张图片啊 然后呃 大家具体有问题再私聊吧啊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呃 各位养殖朋友们大家好啊 呃 今天这个视频呢很重要啊 呃 因为很多养殖户呢 并不会算账啊 由于你不会算账呢 就会在卖猪的时候呢 特别纠结 不知道这里的成本线在哪 然后呢 我是应该卖标猪呢 还是压大猪呢 对吧 就是说我压完猪之后的成本线是多少 因为你心里没有数 所以说猪呢 掉价呢 对于你来说 就非常恐慌 然后猪涨价了呢 你还觉得是不是能更长 然后你还你还不肯不肯就是说不舍得卖猪 有可能错过了最错过了最佳的卖猪时机啊 就是高价你卖不上 然后不想低价的时候呢 不想卖呢 因为还被吓的还得卖啊 呃 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你不会算账啊 呃 因为我遇到很多老铁啊 就是说呃 比如说这个压大猪 什么时候我们压大猪合适啊 什么时候压大猪不合适 对吧 养猪的话不是说这个所有的时候压大猪都合适的 也不是所有时候压大猪都不合适的 你要知道你的 我压完之后的我的成本线是如何的啊 这里我给大家讲两个大原则啊 第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 呃 你的 咱们以标注为数啊 标注价啊 如果说你的标注价 高于你的呃 这个赵肉成本啊 就是你这个猪到中和的一个赵肉成本 到标注 就是你就是你预测一下 你当就是你这个标注价跟你 现在的一个 这个这个赵肉成本啊 比一下 它的价格 如果说你这个标注的价格是 大于这个赵肉成本的 你这个猪呢 养大猪呢 相对来说 呃 就不亏啊 我只能说不亏 大家赚多少 这个根据你那个标注和这个 和这个大猪的差价啊 这个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个就是一时一个变化啊 没有固定的方案 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 我们来探讨 呃 我们我这里说的标注是230斤起啊 就购卖的 这就算标注 然后大猪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300 30斤到350斤 我一般就 我当然就好算点 就330斤哈 这样的话好算哈 为大猪 呃 这样的话 大家在 是否压猪啊 是否说这个二次育肥啊 就有一个参考概念啊 呃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 标注标注价在维持11块钱 我觉得11块钱现在就是一个嗯比较可以的住价的啊 嗯大家呢就是说大家就说12月份他也不会掉到哪去 但是这个阶段大家如果说想卖也可以卖啊 大家以为说我不卖不卖的话你要知道呃不卖也可以啊 因为12月份应该不会有特太大的波动啊 呃像是我讲一下啊就是说标注11啊 如果说我这个猪现在我家里有一百头猪或者有多少头猪已经到230斤了 而我现在这个11块钱的价啊 现在价是11块钱就算一个正常价啊 平均价 标注11块钱 我卖不卖 对吧 人员说我不卖 我要是养到大猪 好 我要我就230斤我就写小 我就觉得养到330斤在卖啊 呃 当然这个非主 就是说咱比我市场这个大猪价多钱 你要知道你这个330斤这个大猪的成本 它是跟标注的成本是降低了还是升高了哈 呃 是我跟大家说了 是如果说这个 这个价格要要大于这个赵州成本 我们往后养的话 这个成本是下降的啊 是下降的 呃 这就现在就给大家实际举例啊 就是我230斤的猪 呃 对吧 如果说我现在卖11块钱 对吧 我们11块钱 我们把现在这个价格就是当成一个成本 然后我再养到330斤 我到底挣的还是赔了 对不对 我看我到2了 就我现在我230斤猪 现在11块钱是一个 我现在可以出手的一个 持平成本线啊 那我到330斤 我的成本线是多少 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大家可以算啊 我230斤的猪 卖11块钱 呃 大概是我这都给大家 给大家算好了啊 大概能卖2530 就是一个猪啊 然后等着我这个猪呢 我给他养到330斤 大家想230斤到230斤 一头猪是不是长 就我臭枕啊 净长100斤又好算啊 100斤又呢 实际上200斤到300斤这个阶段呢 它的料肉比呢 大概是4.0到4.2左右啊 呃 或者3.9到4.2左右 我们均勾一下到4.0 好算啊 我这个误差很小的啊 4.0 4.0对吧 现在的料钱呢 有人说现在料钱贵 料钱贵也没贵到两万钱一斤 大主聊对吧 你配完 没到两万钱一斤 我们就把一些 一些应急啊 不爱涨啊 折旧啊 我们就占定 就是多加点 把这个饲养成本多算点 这样的话 背成本钱 我们就是有富裕哈 我们就照两万钱一斤料算 就全都加了了哈 两万钱一斤 两万钱一斤 我这个我说 这个时候料比大概是 四比一哈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那 涨一百优 就涨一斤肉需要多钱呢 需要八块钱 我涨一百一百斤优的成本呢 就是八百万钱 然后我说了哈 那你实际上 你这个三百三斤铸的成本 就相当于加到 呃 我外在就是时间就不算了 我再需要投入八百万钱的料钱 加上原来二百三十斤 十一块钱的一个猪本哈 那个时间我算了是两千五百三 两千五百三加八百 就是三千三百三 三千三百三 这个猪就是现在呢 我这个猪我的成本就是三千三百三 但是我现在能弄出多少用呢 弄出三百三十几用 这个时候你再算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一除以 就是三千三百三除以三百三 只要说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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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个时候的成本是十块钱一斤 也就是这个时候的猪价只要高于十块钱 我就能收回成本 然后多的地方我就多赚呢 对吧 有人说那你说我这个一百斤又可能会需要 对吧 如果说我用一些吹肥的一天说量力猪涨二斤 那也小两个月 如果说你这个不畏吹肥的哈 正常养可能大两个月 那就是说你用这个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赌这个猪价 对吧 举路说我现在是十一月份梦哈 标猪是十一 那你就赌呗 我现在压大猪的意义也是在赌 就赌两个月之后 我这个大肥价格是多钱 如果说他高于十块钱 你就挣钱 他低于十块钱 那你就赔钱 你就完了 我赌出了赔了 但是赔多少可能实际价 比如说这个 实际上这个我想说 就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哈 一月份这个猪价低于十块钱的概率 很低啊 很低 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的十一块钱的标注价了 大家呢 不用恐慌啊 如果说你要是 就是你可以 就是说不用那么害怕啊 我就低于十一 你不卖也可以 那你就等等两月之后 两月之后还能掉到十块钱吗 不一定啊 因为现在 呃 十二月份 一月份 这个阶段是大猪需求量高 捉拉幼啊 吃肉 这个大猪价相对来说会偏高 比标注高一些哈 大家有人说 这我说的是一个预测和走势 不是绝对的 有人说 因为现在很多人 标注十一块钱 大家就毛了哈 哎呀 这个标注降到 如果说降到十块钱怎么办 我要再养数赔钱 因为现在这个住价是高于成本价的 相对来说你养的时间越长 你的风险越小 除非说说他掉到掉到多钱呢 对吧 批 就是说你 大幅掉哈 只要说两个月哈 掉两两块钱或者三个钱 这种大幅度度一个掉价哈 那才有可能你赔钱 但是我觉得一月份之前应该不至于啊 至少十二月份应该不至于啊 至于说年后会不会大量掉价 这个风险是有 他得累积啊 累积啊 累积到一定程度一下就下来 为什么累积 为什么现在有风险 大家我给大家说 现在这个住价 如果说他就是稳住十一 没有大的波动 一个月之内没有两万钱的波动 那都现在对于现在主要都不算波动 一块钱之内的波动 根本就是一个成本线波动 就是呃 没有波动啊 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说 我正常自传自养的散户挣钱 呃 诸起挣钱 然后你说现在的二十余肥呢 如果说没有大的波动 他至少不赔钱 所以这个风 只要不赔钱 这个风险就释放不出来 所以说一直在积累积累积累 只有说积累到某一天 一下就爆了啊 但那个掉就肯定不是一个月一块钱的掉价的幅度 可能一个月就两块三块钱的掉价幅度啊 所以说大家现在这个阶段呢 是有人说掉个三毛五毛 你慌了 你慌什么呀 是不是啊 你慌什么呀 现在没到那个翻天覆地的程度呢 啊 稳住啊 大家稳住啊 呃 当然有人说我十几块钱 我就想卖 也可以啊 就是说大趋势往后价是逐步往下降的 但是他降的快于卖 对吧 有是一个是吧 这个价格里有五块钱的差价要往下降 他是两个月就给你降来了 还是给你撑 五个月八个月慢慢降 这个不好说啊 这就看猪蟹啥玩了 他肯定会有降的一天 对吧 不可能再让大家都挣钱 可能挣钱的以后肯定有赔钱的一天 但哪天呢 这就 这得都方就是 看了哈 有一个合适的叶数了哈 呃 这里说到这个我们这个猪价哈 就是说你说那你是不是这一日养大猪就一定合适哈 现在这个阶段养大猪合适哈 但是大家是凡是没有绝对的 我们养猪呢 没不是说就是遇到高价 那还遇到赔钱的时候呢 对吧 这个标注加低于成本线呢 那这个时候呢 你养大猪就不合适啊 就不合适 所以说大家每时每刻都要算账 但你要知道怎么算哈 还是这么讲啊 就是说大家知道啊 我们就是说赵肉成本 二百三十斤左右 那个时候平均算料肉比我们赵三算哈 对吧 就三 料比三 算正常吧 啊 二百三十斤标注 呃 我们还是算啊 这个时候的料价我们还是照两块钱一斤算 其实这个时候的赵肉成本就六块钱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猪价呢 低于六块钱以下哈 就标注猪价低于六块钱以下 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个五块多钱 六块钱左右 我那时候就不介意大家 养大猪憋大猪 因为你那时候憋大猪赔钱 为什么赔钱 为大家算一下啊 举个例子哈 那个你二百三十斤的猪 还是啊 还是标注价 标注价我能卖五块五 对吧 能卖五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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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卖一千二百多块钱 一千二百六 好 不到一千三 然后还是我涨一百 涨一百斤 涨到三百三十斤 你的成本是固定的 你涨这一百又涨这一百 你又就是说我们 对吧 料石料啊 料肉笔是固定的 还得增加八百五千成本 增加八百五千成本呢 最终呢 你这个 对吧 你算吧 一千二百六十五 加八百 就是两千零六十五 然后呢 产生了三百三十斤的肉 一共啊 就是你一堆一块就这些了 三百三十斤 你除以三百三十斤 发现 妈呀 你这个成本就变到六块二毛五了 对吧 呃 你原来的成 就是你在二百三十斤卖 呃 你的兆肉成本 养殖成本是五块五 你给他养到三百三十斤 你的兆肉成本就变到六块二毛五了 对吧 如果说这个猪价 对吧 就是低于这个这个 你要是五块五卖了 如果有人说 哎呀 我我赔一百 那你到六块 到你三百三十斤 成本又高了 你那时候卖赔的更多 这就是为什么在 呃 猪肉价格低于养殖成本的时候 我们尽量 别养大猪 你养的越大 赔的越多 找找玩玩卖 而现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说 现在是挣钱阶段 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压大猪 但这个东西呢 压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说大家都慢慢卖 没 就是有批式的卖 大家还能都 就是撑到 还能多挣会儿钱 如果说大家这个 因为现在确实是都挣钱 但是如果说大家都往下卖 那这个价炸得也快啊 风险就这样来的 因为有利益 大家都肯定越 越挣钱 大家都越往这上来 大家都往这上扑的话 哪天这个这个这个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 呃 是这个这个什么呢 呃 说不定哪天就崩了啊 对吧 要崩的话 大家就都跑了 呼一下就没了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 肯定有一天会掉下来 所以大家就是说 你是进行一个极端的来一个赌啊 还是说进行一个批式化的一个稳健的一个出租啊 说到赌呢 最近世界杯啊 呃 赌球的特别多啊 呃 我在这里还奉劝大家少赌球啊 那个 不要说被这个网络行为说 今天谁谁谁 呃 我说赌赢的毕竟是少数啊 我就是买个房啊 50倍1000倍的 这毕竟是少数啊 绝大多数是倾家荡产啊 所以说大家不要被这种幸存者的励志 幸存者偏差吧 给误导啊 小赌一行吧 你要说 但是大家可不要说这个盲目的赌球 其实赌球跟赌博是一样的啊 如果说任何赌任何一个东西啊 如果说你要是深陷其中了啊 那必定就是早晚是 啊 早晚是这个始无仗神之地的啊 这个我不用我这个不用捧着你闹啊 赌博就是不好的啊 奉献大家 呃可以看球啊 我们有我们有民族情节 但是少远离赌博啊 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希望大家别再迷茫了啊 呃各位养猪老铁大家好啊 呃我昨天呢 发了一个12月份住假的一个 呃一个个人判断的一个视频啊 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网友和粉丝呢 就给我私信留言 就是说因为我昨天主要探讨的问题呢 就是说影响我们出租的一个出租量的一个猪体 他们应该是不会偏离正常航线 也不会说故意的说压猪 根据他们这个年报 而且上最后也约12月份 他们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出租计划 呃这样的话我觉得住假呢 嗯是一个会相对平稳的 就是12块钱左右上下 呃五毛到八毛的一个波动啊 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判断 呃这个结论出来了之后呢 有很多热心的老铁呢 呃就是会私信我 哎说那个你说这点呃认可 但是呢影响住假还有很 还有很多其他一数 比如说这个你刮说猪起正常出租 那傻顾是不是正常出啊 然后呢那你说呃现在都如果这个影响住假的 不光是卖猪的数量 还有这个消费量怎么样啊 这都是影响住的呀 然后呢还有说这个二次育肥的 对吧人员现在就是说 很多人说哎呀 这个住假得掉到十块钱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二次育肥到呃快要要集中抛售了 会会降价降价对吧 呃然后呢有人说这个 有人说这个 这个12月份住假会暴涨 为什么呢 有人说这个因为这个呃 是今天是小雪了哈 已经到正式记录做拉幼的季节 然后呢应该会会这个消费量会增加 住假会涨 就是暴涨的人呢就暴涨这个观点 暴涨跌的人就暴涨那个观点 呃今天呢就是我给大家深度 就是竹条给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还保持我的观点 就是说12月份应该还是一个 各方中和势力拉扯完之后 平一个平衡点还是12块钱 为基准啊 就上下波动啊 为什么 咱竹条分析哈 咱先说短期 咱就咱就研究12月份的住假啊 你我不现在不跟你研究1月份 2月份或者3月份的住假 咱就讲12月份的住假 呃首先一个出租量 第一点集团呢 我我昨天那个视频也讲了 他们是有完成率的 现在并没有说出个完成还差 差就得正常出 所以说集团的出租量应该是 就是一个中轴抵住吧 能称就是一个中轴抵住 他也不会科学压住 也不会说冒进的出租 所以说就是说 租起是一个正常出租出租的哈 呃然后散户呢 我觉得散户12月份相对来说会出租会略多一些啊 因为养租人多了 经验多一点之后 这个租今天就是12分出 应该是一个价格比较好的 为什么呢 一会儿来讲啊 因为到1月份之后 影响的夜数就太多了哈 至少12月份 现在短期内有一些东西影响不到了 啊 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价格 就是供需的一个黄金期哈 呃第二点 这个就是散户啊 因为那你这个整体应该12分 略微会出租量应该会比 11余分多啊 散户加租起整体来算 呃 大家记得这个出租多呢 也不能说就是说这个租价就下来 不一定 这个应该因为出租多 12分消费量也会多 12分一个拉幼季节哈 基本上呃 12月份散户多卖的租 基本上就是能让这个做拉幼 多消费的一些人群给综合掉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您也不用说盲目的说 哎 一定就涨 或者一定的就就降啊 这俩就可以扯平了啊 这两个主要影响 租价 就可以扯平 然后 第三个业数呢 就是说影响短期租价呢 就是因为现在他手里有租 想卖就卖 对吧 立马就可以砸 这就是二次育肥的一些客户啊 特别是 11月份 左右的 二次育肥的 对吧 10月份 11月份 左右这些 或者是 10月 10月11 二次育肥 他们现在想卖能卖猪的 那大家要想一想啊 想上是 他卖是能把短期内包 能把猪价炸下来 但是你想啊 现在 为啥说12块钱是个均衡点呢 这个是一个 这个土企 或者是猪企一个平衡点 这个12块钱 对于 智凡这样的 对于这个 大猪企 包括一些散户 都可以接受 但是对谁呢 是最纠结的呢 这12块钱的住家 对二次育肥 是最纠结的 你说卖吧 不挣钱 对吧 你要是10月份 左右的 上的二次育肥 还得 怎么好 还得赔钱呢 对不对 不是 你是10月份上的 你现在卖挣钱吗 很多10月份 上二次育肥的 是不是都是打算 12月份卖 就这12天住家 你不能跑 他得赔点 所以说 既然他能住 二次育肥的 他怎么能差 这一个月呢 所以说 就12天的住家 他肯定不会 我觉得 百分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的 百分之八十的 二次育肥 不会慢 他就赌 他说 12月不用 赌一月份 那就一月份成事 所以说大家现在 不要拿 拿二次育肥 说事 二次育肥 他是有 砸架的一个 是吧 手里有块石头 他啥说出租 绝对是影响住价 但是他不会赔钱出啊 12块钱 有人说 那我这个 我是九月份 押的 是10块钱 或者11块钱 抓的这个肥猪 二次育肥 但你到现在12块钱 他也就是个宝本了 这个东西嘛 宝本吧 基本上 他不太愿意卖 不太愿意卖 所以说他 这样的话 反而就是我们这个住价 最大的一个 下跌的一个因素 二次育肥 现在他是不认卖 对吧 原来说 这个这个输入也挺残酷 这个住价 我觉得设计的 你说的是人为设计的 还是什么 就是自然的来 决定这个价格 现在就21肥 这个难受 卖吧 弄不好得赔钱 对吧 大家是20 有20 观看时 有20肥 你心里知道 你的成本是多钱 不卖吧 不卖 反正 现在这个价 20肥 现在就绑着不卖 希望住涨价 但现实中你不卖这个住价 能不能涨呢 诸体的供应量不会少 闪户这个月也会跟着走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 二次肥 反而二次肥对于12月份 就是 根据一个是12月份 到出租的日子 但是这个价格是影响 二次肥出租的 12个月是影响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说 有这二次肥害怕 说一下子 砸不下来 我就砸不下来 12个月 有几个人卖的 对吧 当然大家也别抱着 为啥我不太介意 12月份 有人说会不会涨 涨到13 14 你怎么说呢 我觉得大家不要 赌这个小概率事件 即使你赌了 为啥呢 你就 如果说现在涨到13 14 我跟你说 这些二次肥肥的 肯定 那就出租率 可能就高了 他们一卖 立马就住价 所以这个住价 上面有二次肥肥的顶着 你要涨 他就抛 抛就给砸下来了 然后呢 你说跌到一定 从跌到那二次肥肥的成本线了 对吧 就没有砸盘里了 那个住价 就不会怎么再往下走了 你说正常 我们散户 平时就那些标注 就是正常 水涨水卖 这是正常走的 因为每天我们也是 你水卖 我们每天也在吃肉啊 日常消耗 这个就是一个平衡 所以说12月份的住价 应该一个平稳 就是12块钱为基数 然后一个上下波动的这个平稳 平稳线啊 呃 这是第三个 第三个重大事件啊 呃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老 有很多老铁蒙啊 有就是有业主 哎呀 这个猪肯定掉往二次肥那么多 你要细肥息 他他怎么就多 是多 但是卖不卖呢 对吧 这不是说这个你 你手里要有 你有养猪的和你没养猪的 那不是我我上车的时候说卖就卖的 不挣钱要你卖 你肯定 养猪人就这样 不挣钱 他就不舍得卖 就想挺 这是养猪人的一个心理 有人说 是吗 养猪人你都这样 就是可能到我养猪 我也那样 就没办法 这就是人一个人性吧 正常的心理啊 呃 第四个事件呢 就是说口罩事件啊 口罩事件呢 大家知道哈 这个东西呢 呃 大大的方向是想想松一点啊 但是呢 嗯 这十二分反而全国还 还挺 就是是想松一点 但是全国这个这个 还比较越来越多啊 所以说这个疫情呢 多多少少会影响一点 住价啊 多多少少会影响 但是人家说能影响 不会说影响到说因为 改就是说这个东西说 我能给你影响到两块钱 三块钱 他能可能影响了三毛五毛的 一个住价啊 用一个运输的运输的原因哈 会影响一点 这个就根据疫情的一个松紧了哈 这个应该有三毛到五毛的 一个上下一个波动 其实主要在疫情啊 其实说消费量啊 出租量啊 基本十二分就是一个定 根据现在这个十二千 十二块钱住价就是 不会有太大波动哈 因为现在这住价十二块钱 就是一个 对吧 呃 有些人达成共识 有些人 对吧 你能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点哈 口罩之间呢 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个呢 就是政策的事哈 不是为因为我们个人而改变的 那玩意有啥政策 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吧 这属于突发事件 大家都得挺着 这种的大家就不用说太做关注的 因为不受你控制 对吧 这玩意不是你不受你控制 呃 其实这就是影响十二月份 最主要这几大叶数啊 整体来说这几大叶数呢 有争有减 有中和的 所以说十二月份呢 是一个平衡平衡为主哈 呃 这里呢 其实为啥我说十二分 到一月份之后 为啥说变数大了呢 啊 因为这里我再多说语 简单说一下一月份的注价 一月份之后注价的行情绝对会有 会变化会大 当然他到底是 掉 还是涨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因为这个为啥 到一月来年 2023年 诸起可以有一个 一个结构性 不是结构性 他可以玩个套路 我想出就出 不出 他想憋点价也可以 然后呢 到那个一月份之后呢 大家知道这个二次育肥啊 你让他现在 现在行 现在是刚降到成本线 他挺一个月吧 可以 他十二分挺过去 如果还不维持十二 我就是保本了 到一月份呢 还能不能挺住呢 马上到过年了 他还不害怕 会不会在一月份集中往外抛 这都说不好 对不对 大家有人说能不能涨 我觉得大家现在 这个住价就是 现在就是维持啊 涨率概率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些二次肥肥 涨价他们就会给砸下来 你知道吗 因为有他们在 他们还没出手呢 现在是保本价 没怎么出手呢 对吧 有他们在这个住价 短天内 不太好涨 就是能维持这个十二块钱 就是十二月份 就是就挺好了啊 然后那个 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那个 一月份之后这个大家知道 九十月份 那批的正常的一个肥肥猪 就已经可以上市了啊 如果说住价 对吧 我说了 因为有二十肥肥 出价 不可能涨 涨带太多 涨的肯定压来 如果这个住价 倒是说因为 各种各种原因啊 二十肥肥 往外出啊 集中踩踏啊 然后这些 这些这些正常 正常肥肥的猪 九十月份的肥肥猪到一二月份 想卖也能卖 大家都往一起集中踩踏 这住价应该会炸下来 但是具体怎么样 咱不知道啊 这只是预测 他有 有 有 有往 有往下炸的 机会和椰树 也有这种可能 因为如果说这两种 这两种出租的 势力 他一起往外出 住价一定会 会炸下来啊 大概炸多少呢 就看大家出多少猪了啊 这个价 维持到大家心里心里预期啊 有十块钱我卖 对吧 到九块钱我不卖 那可能大家都挺挺挺啊 那就看大家预期怎么样了 所以说一月份后面变数很大 先不说哈 到十二月份过完 看看这个猪价怎么样 这个二质育肥 纯燃料能消耗多少啊 这是看猪价的 呃 然后呢 人说 其实很多卖药的 拿拿这个疫病说事哈 疫病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不会影响短期一两个月的租价啊 疫病 疫病来说 一般都影响 三十个月 四五个月之后的租价 对吧 比如说冬天 我说这个猪得 川原型卫生液 或者流行腹泻了 那你整个就是 随时点猪宰之外 或者有时候 我就就即使大猪得这个 得这个 得这个小飞了 对吧 有人说 那他也一样卖了 就是你这个供应量是没怎么影响的 所以说你这个租价不会影响太多 不会出现这个根本的转变哈 但是这个疫情呢 可能会影响三到四个月的 就三个月以后 四个月以后的租价 但这个就是比较远期的 远期的事情影响 也说 我说太多了 不单纯一个疫病 那就还得多方面分析 现在就只能说 我们现在就只能一个月分析一个月 咱们现在分析十二月份 就有这些因素 综合来 就是说 我说这么多深度分析完 综合来看十二月份 相对来说 根据这个十二块钱的一个均价哈 应该能为应该维持一个不是问题啊 如果说有人说会不会变 有变局 有变局 我估计应该也在一月份 是不是变的 那就看了 一个是看二十具肥这边能不能捧住啊 另外一边看这个正常的这个 就是常规的这个 对吧 标注 这边客户着不着急往外挤啊 我想我是不是我非得头一月一月份往外习近出租啊 那这租价肯定会掉一些的对吧 但十二月份暂时还不会啊 因为十二月份他们这个九十月份这个租还碾不上 还小 想卖也卖不上 因为十二月份能卖租的只有啥类人啊 一个是租企 他手里有租就正常可以卖 另外一个散户部分有一部正常育肥的租就十二分的租就把那是七八月份五六分的租对吧 有一部分 还有第三部分人就是二十肥肥这啥类人啊 这啥类人是决定出租数量的 现在二十肥肥我觉得现在十二块钱这个价基本上他们不会卖 他们就可以十二分就可以忽略不计的 现在就是说还能卖出还挣钱的就这个租企和散户啊 正常出租吃饭吃养 你十二块钱也挣钱他也能卖 就维持一个正常功能量 现在就是十二分就是这个格局和走势 呃给大家深度分析就到这里啊 呃 这样的话就是各位粉丝那个你们的问题 我也统一给你们解答解答了啊 你们所关注的什么二十肥肥呀 口罩事件呢 是吧 消费量增加呀 什么腊肉啊 冬天这个又是 那个那个猪肉炖粉条啊 等等啊 消费量增加呀 但是呢 十二个相对来说 这个出租量哈 也会正常多一些 这个都不是你一个上涨的绝对理由啊 但你要说非要说这么说 那我也说不了什么啊 只是给大家一个 呃 公正客观的一个分析哈 然后呢 至于说有人说九十月份那个正常的标注 那个呢 至少十二月份是影响不到你 一月那是一月份的事啊 疫病也暂时影响不到你啊 十二分 呃 希望大家 希望吧啊 这个十二分能维持一个十二十二的月 维持十二啊 我觉得就算可以了啊 到一月份之后 呃 我觉得十二都有可能是一个高价了啊 呃 可能有些人不爱听的云先生说 你得喊十十五十六 好 但是呃 我只是公正的说啊 然后最后再说一点啊 这是个人的一些观点啊 仅供你们看参考啊 不作为你们投资卖助的一个依据啊 啊 然后那个那个有啥风险 嗯 自己要慎重考虑啊 好 今天就录到这里啊 呃 各位养之朋友们大家好啊 那个今天来录个段子啊 今天来讲一下这个 十一月啊 到十二月的一个住家走势啊 也就是说二零二二年的一个 最后一个月收官啊 一个住家走势啊 呃 因为最近呢这个住价掉了啊 也不算掉吧 就是在一个十二二十二左右的一个 地位的一个徘徊啊 呃 因为大家觉得在之前呢 十四块多左右的价掉到现在这个十二块多 大家就心里有点有落差了 就觉得现在这个是不是一个低价啊 呃 实际上现在这个十二块钱左右的一个 一个一个波动啊 就是一个正常的波动啊 大家也不必过度的口慌啊 人家说这个会不会再掉到十块钱 或者是掉到这个十一呃十块钱 呃 这个应该应该大概率不会了啊 我觉得个人观点就是说在十二块钱左右一个波动啊 呃 当然有的人说期望会不会说十二月份有一个大涨 就个人观点来说就是说仅仅仅仅考啊 但是十二月份通过这个全国主席的一个数据和这个政策的一个导向啊 应该不会有大的波动啊 您说当然说十二月过完呃 一月份之后年轻年后啊 那是下一财年的事啊 就是说二零二三年的事 咱先把二零二二年收个稳啊 呃 因为二零二二年呢 大家可以看啊 大家在公开的一个数据可以查啊 就是说这些 呃 有十多家上市的朱企哈 他们的一个财报年报包括一个呃 我们现在可以查到第三季度或者是到一到十月份的一个销售数据哈 呃 这些上市公司他们都是有计划的哈 呃 我给大家汇总一下 为什么跟跟这么说呢 哈 呃 这里像那个 其实还是看前几名吧 因为前几名这个体量就比较大了哈 跟后面那个后 那个五六 就是前十名来说 就前五名的体量 嗯就可以占三分之二了哈 或者是五分之四了 后面体量非常小 呃 这里呢 像那个中国最大主体牧原啊哈 牧原呢 是二零二二年的年计划呢 是出兰五千四百万头 啊 就是五千四百万头的一个出租量 因为没有没有什么概念啊 其实我们现在在中国才艺人口左右哈 其实一年的一个生猪消费量 也就是在六亿多头 六亿到六点五亿啊 平均两个人一头猪 也就是说 牧原 他的出兰量几乎就占到整个的一个份额 就占到百分之 没到百分之十 百分之九左右了啊 减近百分之九了 这个分量是很重的 也是有话语权了啊 呃 当然呢 就是说牧原是在所有这些上市猪取里 呃 他的出租量是最好的 他截止到十月份啊 就是说十一时因为十一月份的呃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出租率 这个这个财报没公开啊 就十月份已经公开了啊 就是说截止现在牧原来说 一到十月份的出来量就是说到达出来达成率 他已经出了仅仅五千万头 他的完成率是百分之九十二 也就是说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完成那个剩下的百分之 这把很轻飘啊 对他一点压力都没有 呃 但是说市面上的老二老三老师其他的主体完成率 我看了一下 整体的话 除了牧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啊 剩下的呢 都是在百分之八十左右啊 你像那个威视呢 年计划出栏的是一千八百万 而到现在实际出来呢 是一千四百万 他还有四百万的一个缺口 要在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出哈 呃 然后这个西西望呢 他的年计划呢 年计划是一千八百五十万 但他的实际出来量呢 应该是在一千一百一十五万哈 呃 他的实际完成率呢 是百分之八十八十一 比如十一月份十二月份 他还有大概是三百 就是接近三百八九十万的一个出入量 一个缺口 这些上市公司呢 一般来说都会把这个缺口补齐 因为上市公司嘛 他是需要把这个财报年报做出来了 就是你今年的计划 你得完成啊 你今年不完成 你明年再做计划 这些投资人谁还信呢 所以说上市公司的财报 他一般都会 嗯 想办法的完成啊 到一般到十二分为止啊 呃 然后下面后面正邦就不说了啊 正邦虽然呃也出挺多 但是正邦是他现在至深难保啊 都要破产了 就是他的出入量是越来他现在已经呃 咋说对于正常经营来说呢 他现在这危机很大啊 就出入量是越来越少 然后卖猪体重越来越小 为什么又没有钱呢 就只能卖猪窄 但是这个利润就很低了啊 他就不代表 像后面像什么奥农啊 天康太阳神这些体量都太小了啊 一年一共的年计划出来量 呃也就是三十百万啊 有的甚至一二百万 占不了多大份额 但是普遍的上市公司的完成率呢 都在80%左右 小的像那个金心农呢 年计划出来一百二十万啊 一百多万的体量 有这样的可能完成会很好 呃所以说 整体来说 那这现在这些上市 就变成这些上市 就拍一张老大的老二的 他们能不能影响住价 按照这个 他们现在站的市场份额 绝对是可以影响住价的啊 他们就是少出 一个月少出个一百万二百万的 是能影响很大的住价的啊 呃 但是呢啊 我想跟大家说啊 呃 十二月份嘛 最后一个月 现在十月份快过完了 呃 这些大主企他还是得跟着跟着政策走 对吧 呃 你得听话呀 政策告诉你 你不要再涨价了 好 那他们也得也得听着 所以说到 我觉得到十二月份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其实这个十二块钱 应该就是各方利益的一个 一个平衡点嘛 就是说你十二块钱左右呢 呃 老大呢 也不会说呃 太严格的这个批评你 就是这个价格就是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朱喜呢 也觉得这个价格呢 也行 我也挣钱 因为说现在这些 你像牧原公布的一个饰养成本 对吧 他大概是 呃 十五块五到十块十六 那这个饰养成本 也就是差八块钱 一个饰养成本 你一个住卖 你卖十二 还不行吗 对吧 那个 对吧 百分之 对吧 四块钱的利润 纯利润 成本是八块钱 你四块钱的纯利润 百分之五十的纯利润 这这已经非常好了 朱喜也接受 然后国家也想这个 对吧 呃 当然还有的像一些企业 公布的成本 说我这个成本可能九块五 或者是九块 或者十块 那他也挣钱 一个猪 挣两块 就一斤 挣两块钱左右 好 那也可以 对吧 百分之二十三十 当然说有的说 这个当然这个数据 有没有水分 我们这里不追究 整体就按最高的 来说九块五 九块五的饰养成本 你猪体是挣钱的 对吧 你可以了 对吧 就是国家也允许你挣这个钱 但是如果说你要非要说 你要非要炒到十四十五 对吧 你看现在最近这几天 这个国家这个政策 是不是就不频繁喊话了呀 不像说那个十月末 那个时候 是吧 那个十四十五 多的时候 对吧 官家就是频繁说话呀 对吧 又是预警啊 又是放储啊 就是警告啊 对吧 现在就相对来说 信心里面比较消停了 就是大家对这个价格 已经已经继续 形成一个平衡点吧 就各方都能接受 对吧 对于老大也能接受 猪体也能接受 我也挣钱 呃 现在唯一就是 不接受的呢 就是我们这些二十具肥的和散户 其实你们也挣钱 但是你们唯一不接受的就是 为什么短短十月份 对吧 我能卖十四十五 我十一月份 我就卖十二 啊 这里外里差一个 对吧 一个 一斤差 两块左右 哈 现在都三十百斤大猪 那一头猪差七八百 你不接受 但是不接受这也是实啊 啊 我这里拍这段就想告诉大家啊 就是呃 个人观点啊 就是仅供参考 不作为你这个投资啊 卖出的一个平平证啊 仅供你参考 个人介意的十二分的住价呢 呃 十二块钱应该就是一个平衡点的 再掉也掉不落掉不落 就十一块五左右 就我估计就是一个小十二 这那十二分就是一个小底子啊 你要说涨呢 上下波动呢 也不会涨到十三 也就上下一块钱左右的一个波动 这是正常波动啊 因为说那平 你这个平 不平稳就一定是天天十二块钱 不是的 他肯定涨几天 在在掉几天涨几天 但是呢 十二分我不建议大家在 在期盼什么大行情啊 当然呢十二分过完 到一月份之后呢 那是下一财年的事 对吧 下一财年的事 国家不会管 对吧 我就举个例子 你像那个西西旺 他可能二二年 二三年计划出一千八百万头 对于这个生猪出来 对吧 那我一月份我出多出少 你谁也不说出来 然后那我一份不出 我可以二月份出 二月份不出 我可以三月份出 这个这是可以的 最终我把全年目标完成就可以了 但这个设计到猪企呀 这个资本怎么炒作 我觉得那个受影响面太大了 现在影响猪价的业数太多 原来说就是一个屠宅厂啊 影响猪价 现在呢 就是这些生猪企业 它也完全可以空中猪价 我就不出猪 只要说减少市面上 百分之三到五的供应量 这个猪价不动是很大的 对吧 你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说 咱们有十个人今天想买东西 有有有上个人要没买着 立马这个恐慌成绩就起来了 夸划涨 但是在在卖的时候呢 对吧 呃 所以说这个视频就是给现在这个 大家有点 撑不住气害怕的人 我建议这个时间段呢 大家十二月份呢 也不要赌了 就是顺势出来 你那个猪够大呢 十二十二块钱左右呢 卖呢 你也挣钱 也没有啥亏可吃 对吧 当然 比如说你那个猪太小呢 你也不必恐慌哈 也不必恐慌 当然你要说来年一月份的事 不知道啊 因为现在 现在这个技术为啥呢 还相对来说有点指示 现在是最后一个月 大家就为了完成这个打卷哈 他整个也得完成 整体应该不会 就是误差会很小 对吧 你你就是说这个东西像这个 这个 就像这个试卷的哈 就像这个试卷的 你知道了十二 就是一年十二个月 你已经知道十个月的一个 就是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的东西都给你展示出来了 你就再做一个判断就很好 很好判断了 对吧 如果说来年 你就知道一月 全年十二十二个月的数据 你就知道一个月两个月的数据 你来判断后面那个七八月份的走势 那是很难的 几乎是判断不出来的 那就只能看 对吧 这就是研究庄家 怎么来设局 我们才能 那只能看呢 因为我们只是市场中一个跟随者哈 这个我们是不了局 我们也影响不了大局 大局还是这些 大主席 他们是能影响 就是他们是有这个影响这个局势的能力 但是呢 他们还得听话啊 还有政策来 有紧箍咒 来 来说人 还得听老大的哈 老大要是说不高兴了 你再有能力 你就是再狠 想给你干掉也很容易哈 就是多方面参考 呃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啊 希望给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对住价比较迷茫呢 给点建议啊 这个阶段呢 我觉得大家不要说被这个恐慌情绪所影响啊 今天掉三毛明天掉五毛就害怕了啊 其实到到12块钱左右这个住价就是一个平衡点了啊 他再掉掉不哪去了 你要说 但是你也不要盼望了再涨多少啊 这个就是这个这段时间大家的一个平衡点啊 你就是按照你这个猪群啊 但是尽量往前你啊 因为12月份才大概说这个猪站能维持这个程度啊 11到12之间啊 能维持啊左右啊 好一点12块多啊 但是1月份之后呢 是不是给你砸了一下啊 给你挖坑等人往里跳啊 这都不好说啊 这个那就以后的事儿 但是呃 就是说12月份大家有猪够大的 想出的纠结的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希望大家这个呃 就是嗯 不盲目吧啊 不盲目吧啊 好今天就到这里啊 喜欢的继续关注 各位养住人大家好啊 嗯 今天来录个段子啊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个比较争议的话题啊 就是一个是网上 网上卖药和线下卖药 呃 这里呢 那个 就是说尊敬的来说呢 对对吧 网上都把养住人挨压老体 挨压亲人呢 实际上我给 我我这里想跟大家说 大家 养住人95%啊 都是小白啊 你不要觉得 大家 其实你在这个 这个行业的水很深 你在这里就是个小白啊 为什么是小白呢 别人说啥是啥是吧 我头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啊 就是说 是我们这个 呃 同行啊 我看我们的同行 很多人在朋友圈都转啊 呃 这个某某某的这个网红 网上进行兽药 包括卖这狗低廉的啊 几个三块三块九毛九啊 两块九毛九啊 这些低廉的兽药啊 被抓了啊 然后呢 就开始炒作啊 这个意思 就跟线下的网 线下的实体店发了一个 那句意思 你看网上的全是假的 对吧 网上全是假的 我这个柜是应该 呃 我这个柜呢 就我就应该柜 但是他说不出来道理 是吧 就是误导 误导这个养住人啊 当然呢 这个你这么弄完之后 肯定会有一些网红 在网上澄清啊 哎呀 告诉你这个 我这个东西是国标的呀 我这东西是合规的呀 对吧 呃 我这个是真货呀 不是假货呀 你可以在我这买呀 对吧 这就是两 就是线上和线下在打价啊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说到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啊 就是说你就是每一样东西啊 你贵与贱 决定权不是债与嘴啊 就是我说这玩意就是贵啊 他说那个东西便宜就应该便宜啊 你应该说出你这玩意贵在哪 好在哪 对吧 呃 其实网上争议最大的呢 嗯 也是让老百姓不能量卡 莫能量可 也是让这个生产厂商 呃 最容易 呃 这个这个 浑水摸鱼啊 打着 刮羊头卖狗幼啊 的旗啊 就是一个中 中受药的一个制剂啊 中受药的一个注射液 呃 像我们常用的什么 鱼腥草啊 鱼腥草注射液呀 把蓝根注射液呀 旗黄注射液呀 还有那个什么 呃 柴虎注射液呀 呃 很多 我想跟大家说啊 实际上 嗯 中药产品啊 中药 中受药产品 呃 我之前给大家拍过一个视频呢 呃 很多人 拿网 拿这个国标说事啊 其实国标呢 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啊 它最赤的一个门槛 呃 所以说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去买国标的呃 中受药产品 你就不要买 非常不好 因为它那个药点啊 已经是过时很多了 它都是几十年 好几十年前的药点 那个那个年代配合了用的是什么呀 配合用的是清炼霉素那个年代 对吧 但是你到现在这个年代 这个疾病这么复杂 病菌系 这个这个 细菌病毒混感 好免疫症啊 等等这些 我们高负荷生产 原原来那个药的一个设定的药量含量 对于现在来说 根本就不够 根本就不够 呃 所以说一些厂家的中药产品 如果要是想 在市场上 呃 获得口碑哈 让大家认可 只有两种手段啊 第一种手段呢 就是一个违法的手段 往里添加西药哈 对吧 中药 有西药的效果 它一定是很很好的哈 效果就是大家非常认可 但是这种是违法的 我跟你说知名的企业或者是大企业绝对不能干 但一些小企业 对吧 那就没法没法评价了哈 第二种手段呢 就是说 在我符合你国家标准的前提下 厂家都 就是每个生产厂家都有自己一个内控标准 特别是中药产品哈 中受药产品 他如果说想在市场上 大伙认可 就是说我这个中药好 他一定是 在国标的基础上 呃 我提高十倍 或者是五倍 然后呢 才能达到效果这么好 因为大家都是说白了 都是一个脑袋 对吧 两个眼睛的 你说配方都不能摆着呢 对吧 那怎么 就是有这个配方都是名的 那为啥有一些大厂